好 各位朋友大家午安 很高興有機會 參加疫經學會所舉辦的 重慶大學的國學游學班 我看這個標題上面是交流 如果有可能留一些時間 跟大家交換一下意見 我今天挑的這個主題是菜根台 明朝的一位儒者 儒學者 他也是做官的 一生豐富的從政的經驗 以及學術的實力 總結了 可以說是在中國文化裡面 儒家的道德意識 道家老子的謙虛的智慧 疫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窯的 應對進退的人際關係的技巧 寫了菜根台這樣的一部著作 這部著作的內容形式 完全都是兩句話 三句話 四句話 就是一個人生的體步 那麼每一段話呢 一直都非常的深刻 那麼我記得錢穆先生有一段話說 中國的哲學 就幾句話就把一個完整的意思講完了 那西方的哲學呢 就需要長篇大論講非常多的道理 但是呢 西方的長篇大論呢 會把話說得非常清楚 看完了就明白 那中國的這些智慧的哲學的語錄呢 就不明白的人看了還是不明白 那明白的人呢 當然立刻就體會 所以中國哲學的這些人生智慧的話 有時候是需要這個詮釋 但聆聽者呢 也需要有一個相應的心靈 這個相應的心靈呢 一部分也是我們自己的人生的歷練 那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要把我們的心拿出來 好心 這樣子 這個度量 有度量的心 願意奉獻服務的心 這個心態拿出來 那麼這樣的一個句子 這樣的一個傳統的智慧呢 那麼我們才可以吸收得很好 那麼蔡根坦有三百多條 後來還有續篇 又是好幾百條 我在裡面呢 要挑選了 就一百多條 一百多條還是太多 但是我也滿貪心的 我通通把它挑出來了 在在座之位這個桌上 有一本書 書上有這個 我今天講義的所有的材料 那麼所以你們可以一邊看 一邊聽我說 但是其實我有點想建議你們 如果有這個手機 有錄音的功能 就把它打開 把它錄下來 因為我會講得比較快一些 那麼也不方便在每一個句子裡頭 這個耽擱太久的時間 那麼你把那個最重要的意思抓到 以後有機會再聽 說不定在你人生的旅途上的某一個事情 你就可以用到其中的一兩句話 就讓你豁然開朗 知道怎麼面對這件事情 猜跟男全部就是人生智慧的東西 那麼因為東西非常的多 舍機的面向也很廣 但是作者就是想到就寫 但是為了這個給大家上課的這個方便 我其實把它整理成為 這個幾個不同的主題 那麼我覺得這幾個不同的主題呢 有那種好像練武功 這個第一級武功 第二級武功 第三級 第四級最終最高級的武功 這樣的一個概念 我就給他做了分類 到了最後面呢 的這個章節呢 就是更加的圓融 就把它分成五個階段 五個等級 第一個等級是自我修養 就一般年輕人應該要知道的 對自己的一個要求 第二個等級呢 第二篇叫做自我鼎立 當我們對自己有理想 有學習自我栽培 但面對社會的時候 一定會碰到困難 碰到困難的時候呢 會可能想要這個退 想要這個後退 那麼這時候就要 加強我們的這個自我砥礼 所以到了第二級的這個武功 面對社會的艱難 好 就算你誠心誠意 也非常砥礼 面對社會艱難 在自己的部分立起來啦 社會非常的複雜 我們都在社會的這個 紅爐當中 受過很多的歷練 甚至是創傷 好 這個也沒辦法 因為常常人心邪惡 所以呢 我要挑出一些句子呢 當作第三層的東西 叫做人性的透視 怎麼去看人心 哪些不好的面向 把人性之惡看清楚啦 那麼就有辦法去避免掉 這些人性之惡 當然我們自己不要自留於惡 我們自己不要自留於惡 可是這種惡的現象呢 在人生的場景裡頭 是常常發生的 然後就到了第四集的武功 就看透了人性 也知道自己的應對進退 重新來評價 每一個人的人格的狀態 評價自己的狀態 會得到一種境界的品味的美感 在一個心平契合的狀態下 看盡各種的狀態 但是心平契合 但是明明白白 我們自己不會亂 但是也不會衝出來 但是也不會沒有角色 就到了第四集的武功 境界的品味 但是呢 當人自己平了以後 這個社會還是有非常多的缺點 還是有非常多的人在受苦 有不少人是你所關心的人 就算不是你所關心的人呢 作為一個儒者 或作為一個佛教徒 或作為一個宗教徒 其實都是以天地萬物為體 應該關心天下人 所以怎麼樣又從我們的 境界的品味的 心平契合的境界當中 再走出來 又能夠為社會服務 又能夠避免掉人性之惡 對我們的傷害 又能夠實際有效 然後自己過得非常的平穩 到了第五集最高級的武功 我把它定位為福德的培養 培養你自己的福德 一個有福德的人 一定是善待別人的人 在善待別人的過程當中 自己不受傷害 就需要有非常多的深刻的智慧 以及應對進退的技巧 那這樣就是完整的 這個蔡根坦的五集的境界 但最後呢 我有拉出兩個主題的東西 是比較特別的一個情境 第一個主題的東西呢 是對於在政治場合當中 爬到高位的人 那這個在這個企業界 也有可能爬到高位 總之呢 在人生的競爭裡面 爬到高位的人 有一些特別要注意的 人性的現象 特別深的功課 這是一個比較特別的主題 另外還有一個特別的主題 就是我們每一個人都來自於家庭 每天都在家庭當中生活 家庭中的人際關係呢 決定了我們這個人 信不幸福 而不是成不成功 我們可能很成功 但是不幸福 那就是家庭沒有處理好 蔡根坦也有很多 來自於中國傳統文化 對於人在家庭中的角色扮演 應對進退的一些基本的原則 其實這些話 可能大家已經都聽過 也都想過 但是不見得能夠做到 我們透過蔡根坦的句子 再一次提醒 那麼我也再做一下解釋 為什麼要這樣看 家庭生活的人際關係的原理 好 那我們現在就 大家來進入這個第一課 這一課呢 是大家都理論上 應該要都已經通過的 好 扶酒者非必高 開心者亵渡早 所以如果你還在培養自己 你要繼續安定地培養自己 扶酒者將來非必高 因為你還在成長 不急著表現 有一些人呢 武功還沒練好 就急著衝出去表現 當碰到更難的課題的時候呢 他應付不了 必定摔下來 開心者 獨 獨 獨 所以我們對自己的 這個學習呢 還是要持續下去 這樣呢 可免爭吞之憂啊 覺得自己是不是浪費很多時間 不是的 所有的自我培養 都永遠是一本萬利的 可以消造極之念 看到別人飛黃吞達了 會不會自己覺得 自己一事無成 是因此也急躁起來了呢 好 然後就不會有這種急躁 就能夠讓自己 心平氣溫下來 好 當我們在社會上 這個有一定的身份 有一定的角色 以後 常常要參加各種的場合 飲宴之樂多 不是個好人家 透過飲宴 我們要做很多人際關係的事情 有很多時候呢 是在 是在這個 討好人家 是在 惨媚人家 不是靠我們真實的實力 所以呢 飲宴之樂多 不是個好人家 當然我們不能不飲宴 但是不要去爭取 不要去張我 不要去多 昇華之习聖 不是個好世子 一個好的 這個讀書人 就不會總是喜歡去參加一些熱鬧的場合 總是喜歡參加熱鬧的場合 也不過是想要見很多的人 可以希望自己得到一些額外的機會 但是沒有實力 這些東西都是虛的 只有有實力 有專業 然後呢 在專業上付出 又不貪功 又不貪力 人生才走得 十分的平穩 明慰之念重 不是個好城市 都已經做了大官了 想的 還是自己 更大的位置 而不是 依著你這個官位 該做的事情 把事情做好 把事情做好 你這個人福德就深厚了 事情沒做好 光想著自己的官位 你的地基是不穩固的 有一天會跌下來 或 你離開那個位置以後呢 人們不會懷念 就想趕快把你忘記 下次你又出現的時候 沒有人想理你 人生就是會這個樣子 好 君子之心事啊 天清白日 不可使人不知 你的心事是什麼呢 就是 這一件政策 這一件任務 你該怎麼做 怎麼想 你所想的 你所做的 都是符合 這件事情的公眾的利益 所以 沒有什麼不可以讓人家知道 通常我們的心事 在做公家的事情當中 想到自己的利益 想到自己的私欲 想到這個假公祭司 借機報酬 這些事情就不能讓人家知道 所以我們在做公家的事情的時候 不要有那些不能讓人家知道的心事 你有心事 就是這件事情的公家的道理 該怎麼做 怎麼想 怎麼說 你就做出來 不可使人不知啊 但君子之才華 欲韻諸常 不可使人亦知 比你厲害的人 一定知道 不如你的人 多半不知道 你要做 給那個 比你厲害的人 看得到 就好了 不要再 不如你的人 在群眾當中 老是炫耀你的才華 就表示你沒有一個眼力 你不知道你這個東西 要賣給誰 到處去兜售 那這樣子呢 就是對自己的實力呢 不是很堅定 真正有實力的人 一定有你的舞台 時間空間會出來 比你厲害的 有智慧的人 會把你找出來 老來疾病都是壯實招的 那就是我們作息不正常 正在消耗我們退休以後的健康 這句話非常清楚 大家一定要記下來 衰後罪孽都是盛食造的 你退休以後 你離職以後 你離開了這個崗位以後 人家討厭你 你求助無門 你想要找朋友聊天 沒人理你 你自己也不好意思 回到那個地方 因為你原來在那個地方 做了太多壞事 盛食造 當你有權有勢的時候 做了不好的事情 這個環境 這個團體 將來你離開之後 你沒有辦法再回來了 池營屢满 君子游 靜靜裡邊呢 所以我們在壯的時候 在盛的時候 就要想我們怎麼樣照顧自己的身體 我們怎麼樣照顧自己的名聲 把這兩件事情想好 我們就知道怎麼樣應對進退 好 人人心地寬舒啊 福厚慶長 事事成個寬舒氣象 彼夫念頭觸破 人人跟彼夫的差別在什麼地方 你不管任何時候 有任何機會 做任何事情 你想的是 把這件事情做好 那你就是個人人 把事情做好的時候呢 讓大家得利 讓大家得利 人家就喜歡跟你相處 你跟別人相處呢 也輕鬆 你在做公家的事情的時候呢 找別人麻煩 以及從中 奪取自己的私利 有一大堆 見不得人的事情 不敢被人家知道 于是在跟別人相處的時候 脾氣特別的大 基本上就是要堵住人家的嘴 那就很難相處了 這就是彼夫 念頭觸破 便服路薄 而折短 事事得個破處的規模 做事情就緊緊張張 急急躁躁 要求別人 非常的嚴厲 然後呢 自己的一些私事呢 不可以讓別人知道 那麼做事情就 沒有一個寬舒的氣象 所以說回來很簡單 就是做公家的事 只有把公家的事 做好這個念頭 那我們人就是一個正常的人 就是一個好相處的人 人人就是好人 好人都是好相處的人 不好相處的人 內心裡頭有一大堆 沒有必要的 多餘的念頭 好 氣象要高況 不可疏狂 就故意裝作自己 什麼都不在乎的樣子 其實別人很在乎 你故意不在乎 反而讓別人 想要追求的理想 沒有辦法公開聲張 心思要整密 不可所限 整密就是把細節想好 所限呢就是 你充滿了不安 在某一個細節的地方 要把你會的東西 做到百分之兩百 那叫所限 但是一件事情 有好幾個重要的面向 其他面向你都疏漏了 整密就是各個面向 看得清清楚楚 用適當的力量 把它整合起來 一個人如何心思 整密呢 做事情只想著 這件事情的本身 你就有足夠的智慧 可以把這件事情的各個面向 整密地整合起來 一個人做一件事情 想著很多自己的私利 你再聰明 也沒有辦法 把這個事情所有的面向 因為你自己的私利 又增加了兩倍三倍的面向 把它整合起來 就整合不起來了 趣味要充淡 不可偏枯 我們應該要有正當的休閒生活 但這個正當的休閒生活 要正常人做的正常的事情 太過偏枯 消耗了精力 消耗了體力 別人也難接受 跟我們一起享受 這個休閒的活動 操守要嚴明 不可激烈 嚴明是對自己 做對的事情 的自我要求 激烈是對別人 犯了錯誤的指責 激烈 那別人受不了 犯一次錯 不能夠寬容 以後與你回憶 犯一次錯 寬容 他改正成為你的團隊 但自己呢 要要求嚴明 好 據宣冕之中 不可無山林的氣味 當你掌握了很多資源的時候 有很大的影響力的時候呢 不要光想著自己得到更多的名 更多的力 有時候要讓自己放鬆一下 要有一点點這個山林的 悠游的趣味 這個去旅遊一下 去欣賞一下音樂 看看一下藝術 能夠把你從競爭 甚至是鬥爭的場合中 拉出來 頭腦會清楚 處靈泉之下需要懷狼妙的精倫 當你在休閒生活的時候 這個休閒一個禮拜 這個休閒一個月 總不能休閒一年兩年吧 在這個過程當中 腦子裡頭還是要想著你的理想 你的事業 在休閒的時候會方想得更清楚 然後回過來 這個度假回來以後 全力投入我們的工作 天理路上甚寬 稍由心 胸中便覺 廣大明朗 人欲路上甚展 天理跟人欲的差別 其實就才是我們原來這個人 原來的位置 原來的工作 但是我們做工作的時候 想的是工作的邏輯的本身 該為大眾服務就好好服務 不要怕自己承擔得更多 不要怕別人得了額外的利益 不要嫉妒別人 這個站在你的高位上 就是專心做事 認真做事 保持著服務的人身觀 路就很寬 因為不會跟別人起衝突 當然別人可能會找你 那我們到第三課第四課再講 稍由心便覺 廣大紅 因為你會完全知道 你今天要做什麼 明天要做什麼 後天要做什麼 下一步要做什麼 明年要做什麼 五年以後你要做什麼 因為你就順著一個 順的邏輯 人生的成長去走 人欲路上甚載 人欲一定是 想要事半功倍 想要強取豪奪 那如果是這樣子 在社會上生存的話 那你一定跟別人 形成敵對關係 那人家一定找你麻煩 眼前巨事荊棘泥土 你做什麼事情都不順利 一個人在社會上做事 做什麼事情都不順利 做什麼事情都不能夠成功 都不能夠完整 你對你自己也會失去了信心 你不是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就是因為人欲太多 實際上我們每個人都有足夠的聰明 足夠的專業 足夠的能力 而且都有機會得到一些工作 一些任務 從天理上來講 就是認真的做 專心的做 把事情做好 人生的路就一步一步往前走 完全被打開 寵立無拘人前 寵立是什麼呢 做了一件任務 得到了獎賞 這種事情呢 讓你的朋友先去領獎 不要自己把所有的獎都拿完了 所有的好處都拿完了 得业無落人後 得业就是該做的事情 不要讓別人去做 自己躲在後面不必做 指揮別人去做 用別人的時間去做 自己不用自己的時間去做 這些事情是不對的 得业呢 就是該你做 我们就做 別人不做 因為社會需要 我們補位還是來做 得业無落人後 受享無欲分外 修為無減分中 這兩句話的意思幾乎是一樣的 得到什麼獎賞肯定 你該得多少 得多少 不該得的你多得了 給你的人心裡不愉快 那麼以後你還是要還的 修為無減分中 本來就我們應該扮演的角色 本來就我們應該做好的事情 本來就應該我們服務的這個項目 該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一步到位 完整的把它做好 我們自己心安 我們自己愉快 臉上的表情正常 相貌會越來越好看 活得越老 這個長得越帥 活得越老 這個越漂亮 人家喜歡跟你互動 修為無減分中 好 不因群疑主獨見 當你自己發現了一件事情 就必須這樣做才是最對的 但是呢 很多人來反對你的意見 因為很多人的這些群眾 想到的是他們眼前的利益 自己的利益 小團體的利益 而不是更廣大社會的利益 在這個時候 烏鷹群疑主獨見 你還是要 勇往直前 無論疑義而廢人言 因為我有特殊的愛好 或特殊的欲望 或特殊的私利 這樣子的情況下 別人給我做建議的時候 我完全聽不進去 那我就走在一條錯誤的路上 這個疑義就是自私自利的 這個欲望 造成我對這一件事情的 一個偏差的看法 別人看得很清楚很完整 想要給我提建議 我聽不進去 不是小會而商大體 大眾的利益很重要 為了我自己得到一點小利益 讓大眾得不到利益 這就是因小會而商大體 我的那個小利益 我固然得到 大眾的利益得不到 在一個德性的天平當中 我墮落得非常嚴重 大眾的利益要先顧好 我自己的小會有還是沒有 隨緣 這樣的人 他的功德 他的福德 才是飽滿的 無界公論快私情 做公家的事情 就是為公家服務 當你掌握權力處事的 這個方案的時候呢 掌握指揮權的時候 不要這個時候假公即私 藉著這個公眾的這個事情 去抱自己的私仇 以快私情 藉著公家的資源 順著自己的私意 欲望 這樣的人呢 都是小人 都是在偷東西的人 這些都是我們人生常犯的錯誤 要這個 警惕 好 我們很快把第一課講完了 剛才所講的東西 大家是不是都做得到 都做得到了 請舉手 大家都非常客氣 這個 有些做到 有些沒做到 那我們就是利用這個課程 來把自己再整理一下 這就是國學的用處 國學 就是人生哲學 我們現在進入第二課 第二課難一點 其實剛才已經有些東西有點難了 好 利生不高於不利 如成理正一 泥中卓足 如何超大 什麼叫利生要高於不利 我們在我們眼前的職場 我們同事的能力 以及我們自己的能力 以及我們這個單位要做的事情 就是眼前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我們甚至做不到 但是呢 人啊 要思考 如果我們再有一個更高的機會 更大的機會的時候 更高的位置的時候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想這件事情 眼前這件事情 做十分就非常薄 但我們有沒有那樣的一個胸懷跟智慧 就把它想到十五分 想到二十分 也許我們可以追求更高的理想 如若不然 我們在眼前的這個層次上 做我們的事情 扮演我們的角色 這裡頭會有非常多的利益的糾葛在其中 我們沒有把那個價值拉起來 面對那些利益糾葛的時候 我們就是跟著別人一樣 這個保足了自己的小會 會傷了這個大眾的利益 所以呢 總是要把一件事情的道理 挑出來想 用一個更高的道理 想眼前所做的這一件事 除事不退一步如飛鵝頭 主抵羊觸返 羊在尾巴裡面 那就腳被夹到 它動彈不得 飛鵝鵝鋪向燭火 立刻被燒死 為什麼要退一步 面對好處要退一步 不是面對責任要退一步 面對任務一定要把它做完 你的福德都來自於 到你手中的事物 你是不是好好把它做完 但你的危險都來自於 當你做完一件事情 或別人做完一件事情 或你什麼事也沒有幹 但是你這個單位做完了一件事情 這時候會得到了好處 你是不是衝出去搶 這個時候就要 處事要退一步 你如果不退一步 你想搶 難道別人不想搶嗎 你搶到了 難道別人不想再從你手中搶過來嗎 你在搶的過程當中 難道別人不想要害你嗎 不想要把你推下懸崖嗎 所以你在搶利益的時候 就像飛蛾投竹 抵羊觸返 會使你的人際關係全盤崩潰 會使你未來人生的道路 無路可走 因為不會有人想用你 不會有人想跟你合作 碰到利益 有智慧的人都退一步 碰到任務 有理想的人都進一步 想我者先想自心 恨欲者先遇此器 魔是甚麼 做一件事情 賣黑心商品 可以得到一千倍的利益 一萬倍的利益 魔是甚麼 碰到一件事情 你可以去害人 你可以去傷害別人 損人利己 周圍有非常多的誘惑 引誘我們做這樣的事情 那麼要降魔呢 先降自心 就是自己把是非對錯 想清楚 不是利害 而是毅力 是非對錯 想清楚 心浮了 平了以後呢 你不會受到這 一千倍的利益 一萬倍的利益 而亂了你的方寸 欲恨 別人兇滿地 對待你 因為你也很兇滿 你也很頑強 如何面對這種兇滿的對待 先遇此器 棄平 如果你也是準備好了 要跟別人打仗 別人呢 當然是準備好更大的大炮 要來轟你 如果你心完全平了 該讓的都讓掉 不該爭的都沒有去爭 該給的都給 不需要給的也給 心完全平 那個蠻恨的力量 看到你 是看到一個天使 是看到一個聖結的靈魂 他對你不會再有任何憤怒之氣 他之所以恨你 想要殺你 想要動你 想要消滅你 想要把你推下懸崖 因為你在威脅他 所以先遇此器 你自己的器 消乾淨了 別人就不會再來 想要對付你了 則外恨不清 因為你不是一個 對別人有殺傷力的角色 那我們需要把人生走到這一步嗎 可是如果不把人生走到這一步 難道我們的人生 要消耗在跟某一個人 厮殺一輩子上嗎 那就是我們這一輩子的 生命的軌跡嗎 那不是太浪費了嗎 所以有一些東西可以讓了就讓掉 可以免去一場 廝殺 生死廝殺的災難 意識者 身在世外 大家在開會討論事情 或者我們在思考一件公眾的事情 該怎麼做 這件事情呢 我們是在談論這件事情的原則 那麼要把各種的利害關係想清楚 說得清清楚楚 讓做決策的人能夠有充分的資訊 可以參考 做出最好的決策 告訴他說 你要這樣做 對大眾是好 這個過程當中 你可能要承受一些艱難 我也不一定幫得上你 但是可能誰可以幫你 可能誰也沒有辦法幫你 等等 這些利害要頗惜清楚 讓設身其中的人呢 可以好好地完整地做考量 做出自己的選擇判斷 這是我們講給別人聽的 但是當我們有機會承擔了任務 去受到長官的任務 去做一件重要的事情的時候呢 認識者身居逝中 單望利害之律 你把這件事情做好了 就大眾的利益照顧到 但是呢 你可能損失了一小群人的利益 那這個一群小群人利益損失了以後 他會來對付你的 對你來說是一個憾 對大眾來說呢 是一個利 你把這件事情辦成了 辦成功以後呢 你會受到團體的肯定 但是你的同儕呢 會嫉妒 會生氣 會來重傷 會來說你的壞話 這是你的害 但是你把事情做完了 是大眾的利 這些利害都在你的心中 但是當我們該做事的時候 就要做事 單望利害之律 為什麼 因為大眾得到利 社會得到利 所以我們該承擔就承擔 承擔就是發揮你的能力去做事 所以一個人能夠發揮自己的能力 為社會服務 這是一件最幸福的事情 因為常常我們在做這些事情 還會有很多的牽絆 很多的阻撓 很多的阻礙 碰到這些牽絆跟阻撓呢 要能夠承擔 就是單望利害之律 好 心地干净方可讀書血骨 不然 建於善行 妾以祭司 文善言 假以復短 這就好像 把部隊借給強盜 讓強盜攻打到城裡面來 再把城裡的財產給搶走 所以當我們懷抱著私利 慾望 鬥爭 傷害別人 不顧道德的念頭 的情況下 我們去讀了一些好的知識 好的道理 好的理論 我們正好借著這些理論 去合理化我們的言行 我們的行為 或者學這些理論的 這個形式 然後裝著一副 人意道德的樣子 企圖嚷奪 人意道德者 可以得到的社會利益 所以呢 要讀國學 就先心地純淨 否則呢 讀了國學呢 以後我們危害社會的武功呢 可能又更高強了 這段話呢 講這個意思 淡薄之士 必為農厭者所疑 你是一個對利益淡薄的人 但是很多人呢 是急於求取利益的人 碰到你如此的淡薄 他會懷疑 到底你安的是什麼心 你什麼時候出手 所以必為農厭者所疑 解釋之人 都為放肆者所疑 解釋 就是不該取的 我不取 我自己要求 我自己次律言明 那放肆者呢 就是不該他的 他也要拿 該他的 那就更不客氣 這樣的放肆者呢 對於解釋者呢 會有所忌憚 想說 那你要的到底是什麼 因為放肆者 認為天下人 都是放肆者 所以他會忌憚 那麼碰到這種情況 就是我們在社會生存的時候 總是會碰到的情況 君子出此 故不可少遍其操縷 淡薄繼續淡薄 簡氏繼續簡氏 亦不可入其锋芒 淡薄就是淡薄 淡薄不是我很淡薄 而你很濃厭 所以你是不對的 我是對的 簡氏就是簡氏 簡氏不是我很簡氏 而你很放肆 所以你是不對的 那個叫做陸其锋芒 你的內斂 你的內斂 就是不要給別人看 而不是我們內斂的 非常的內斂 然後萬丈光芒去 彰顯出別人的邪惡 彰顯出別人的貪欲 那樣子 我們就更加危險 別人會認為 我已經準備了一把上方寶劍 什麼時候要去砍它了 那就先把你給砍 所以呢 亦不可入其五封 就是要盡量低調 好 低調的時候呢 你有很多的時間 可以自我出使 閒中不放過 你在悠閒的時候呢 你可以去思考一些問題 做一些規劃 培養自己一些重要的能力 忙處有受用 當你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呢 你需要什麼資源 你知道資源在哪裡 你需要什麼朋友 你知道朋友在哪裡 你需要什麼樣的知識 你知道這個知識在哪裡 忙處有受用 靜中不落空 洞處有受用 暗中不欺引 明處有受用 暗中不欺引 就是我們平常待人處事 對於任何人 沒有利害關係的人 我們一樣是善待別人 而不是沒有利害關係 我們就不理他 或者是甚至践踏他 那麼當哪一天 這個沒有利害關係的 變成跟你有利害關係的人 的時候呢 你就慘了 所以任何時刻要慎毒 所以你平常就是這樣 扮演你的角色 碰到重要的場合 重大的場合的時候呢 人家知道你平常就是這樣 這個時候 就會給你重要的任務 重要的角色 明處有受用 好 君子閒時要有吃緊的心思 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 閒的時候呢 要想著我們是個有用的人 我們只是暫時休閒活動 一下 把身心調理好了以後 下一步 我有很多該做的事情 一個人就必須是一個 有很多該做的事情的人 但是我們可以有休閒的時候 忙處要有悠閒的趣味 當我們在忙碌的時候呢 我們對於我們的任務投入 非常的積極 我們也會對我們周遭的朋友呢 或者共識的夥伴呢 要求非常的嚴厲 有時候呢 我們會忽略了 應該要有的這個放鬆 否則人際關係太緊張 情緒太緊繃 我們可能會變成過於貪工 所以在這個團隊一起合作 做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可以去思考 稍微有點幽默 要有悠閒的趣味 這個幽默呢 就是放下你的矜持 放下你的矜持 那放下矜持呢 這個莊子哲學 就是最能夠讓我們 放下矜持的哲學 那莊子哲學 有另外一個悠游的天地 會讓每一個人知道 不管你扮演什麼 仁義道德的角色 都不必去張揚 那個仁義道德 不管你在多麼高的位置上 都不必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因為呢 每一個人呢 都會有意思 當我們把死亡 拉到眼前的時候 那麼我們現在的角色扮演 很多都是多於無用的 虛偽的 所以就能夠放下我們的矜持 就能夠輕鬆 自在 快樂 有人為 大家喜歡你 輕輕鬆鬆之中 把事情辦完了 而不要覺得 辦一件事情多麼了不起 每個人都要跪地 感謝 那就是矜持 太過 忙處 要有悠閒的 趣味 董事長在指揮的時候呢 有時候自己可以鬧個笑話 讓大家笑一笑 這就是一個放下堅持 有悠閒的趣味 建功立業者 多虛源之事 做大事業的人 需要跟很多人接觸 每一個人個性不同 能力不同 所以你要跟很多不同形態的人 去互動 你自己必須非常的圓融 非常的謙虛 容納得別人的特殊的癖好 特殊的要求 這件事情才能夠群策群力 所有的人都就位 所有的能力都就位 如果我們自己很直傲 什麽事情非怎麽樣不可 什麽事情絕對不能夠怎麽樣 那很多人就到不了我們的團隊來 那麽一件事業的成功的完整度 就這裏缺一塊 那裏缺一塊 就是憤世失機 所以要完成一件事情 一定要容納得別人的特殊性 對你來說可能是個缺點 但其實呢 這是一個環節當中 你必須接受容忍的部分 所以要做領導的人 要做大事業的人 一定是能夠接受別人的缺點的人 屈原之勢 自己個性太過鮮明 你最好找一個有度量的老闆 做他的幹部 因為你當不了老闆 你帶不了一個團隊 你的團隊呢 也幹不了大事業 所以建功立業者 多虛援之事 把握未定 到底沒想清楚 專業知識還不足夠 以絕機成銷 否則這個時候呢 充滿了欲望 就衝出去做 做了一件事情 沒到位了 沒有那個品質 突然消耗了自己的生命 傷害了自己的生育 絕機成銷 使此心不見可遇而亂 否則呢 我還沒準備好 那一大堆利益擺在眼前 我一定亂了 就想事半功倍 投機取巧 借別人的資歷 成就我的事業 這些都不是穩固的招數 操辭季間呢 那以後 就是律己言明 那以後 又當混機封城 對自己要求很高 自己也具備了充分完整的能力 那以後呢 就要投身 紅塵俗世之中 把你的能力施展出來 因為我們的社會 還需要進步 我們所愛的人 所生活的環境 並不是天堂 所以你要把這個事情做起來 使此心 見可遇而亦不亂 以仰無原基 見可遇而不亂 贿落呢 诱惑你 因為操持已定 所以呢 不亂 然後呢 你就能夠為社會服務 仰無原基 好 您守魂惡而畜聰明 留些正氣還天地 您謝芬華乾淡薄 留個清明在乾坤 所以我把這個演講說成 蔡根坦的乾坤人生 其實他是要經營 這個世界 但是人性呢 有太多耗鳴耗力 負面的現象 我們都要明白 都要了解 不是要去打擊別人 而是要去消化 這些惡的情緒 而又能夠代理他們 投身住服務社會的 這個事業裡面 但在這個過程當中 有很多不必做的事情 不需要做 有很多不該得的利益 不要去得 這就是 您守魂惡 畜聰明 留些正氣 這個還天地 我們所做的事情呢 都是正道的事情 那些邪道的事情 不要剿迫 不要去做 不要一副也很聰明的樣子 你說一本萬利 我知道我也很聰明 那我跟著你去剿迫 這就失去了我們自己的正氣 不該賺的錢 不要賺 不該做的事情 不要做 有些事情我們不做 留些正氣 但是呢 該做的事情 我們要做 做了以後 也不要去想那個名分 甘蛋薄 留個清明 再乾坤 很多好事 你想做 別人也想做 大家都想做 大家做了好事的結果呢 其實都是想要得到 更多的好處 好事還是該做 你還是應該參與其中 但是呢 甘蛋薄 不該得的 就不要得 好 做大事情的人 平常都在收斂心神 平常都在培養能量 阴力如睡 老虎走路的樣子 一副病奄奄的 正是他 绝人 世人 手断触 因为你对他 没有了戒心 但他整个人 能量 丰沛的能量 当他一出手的时候 事情完成 为什么会完成呢 因为所有的细节 心思 缜密 都注意到 安排好了 在安排的时候呢 是不动声色 不张扬 不好虚荣的 掌握的是准确的人 准确的事 准确的物 准确的时间 准确的地点 出手的时候呢 事情是完成的 故君子要聪明不露 才华不成 才有尖鸿 任聚的力量 你有理想 你要办大的事业 大的活动 你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做准备 在你准备的时候 小的战争不要打 小的局面 不要冲出来 像病奄奄的样子 阴历如睡 虎行似病 看你沉浅不沉浅的下来 沉浅不沉浅的足够 沉浅的足够 那么当时机到的时候呢 你才能够把它 完整地展现出来 好 真心的路径斩 退后一步 自宽平一分 农厌的滋味短 清淡一分 自幽长一分 真心的路径短 在社会的事业里头 在同一个办公室里面 跟同事互动 在同一个行业里面 跟同行 这个竞争的时候呢 做该做的事情就好 去抢额外的东西 等那一些事情呢 少去抢 越抢 人际关系越差 本来可以做的事情呢 没人跟你合作 本来可以活得下去的舞台呢 你反而活不下去 在一个舞台里面 个人有个人的角色 个人有个人的本分 个人有个人该拿的 拿那一些就好 多余的不要去抢 因为比你贪念更大的人 比你心更黑 更恶的人 会去抢 结果呢 你就会跟他起冲突 该你拿的 你拿不会有事 不该你拿的 你拿了 别人呢 跟你形成一个冲突的关系 会使得你 该你的位置的 也变成你待不住了 退后一分 宽平一分 浓艳的滋味的 清淡一分 忧长一分 这个完成一件事情的时候 别人对你的感谢 别人对你的鼓励 别人对你的赞美 都一次就结束 不要去宣扬 不要去炫耀 不要去张扬 张扬了很多 别人对你的感谢 最后就没力气了 最后就烦了 就腻了 物壮则老 是为不道 不道 早已 我们做了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肯定在天地之间 有一个频率 会散播出去 在人们的心中 对这件事情 有一个定位 有一个看法 这样就好 你就安安静静 做自己的事情 不要没事 提这件事情 没事呢 找大家来 继续谈这件事情 办个庆功宴 要狂欢个三天三夜 农宴的滋味短 你自己安安静静 在过自己 接下来的人生 你过去做的 那一件好事情 在整个宇宙当中 会连你一样 散播出去 当需要的时候 它会出现 人家会感谢你 你要了太多 人家就腻了 没有兴趣 感谢你了 好 悠情是美德 这个应该努力工作 勤劳工作 但是呢 太苦无以 适信已寝 别人没办法跟你合作 对自己 对自己 这个 要求很多 是可以的 但有时候 也要放松自己 以便让别人 可以跟你互动 否则你没有办法 形成一个团队 淡泊是高峰 太苦无以 寄人利物 我们自己可以淡泊 这个言为 一单四一瓢影 人不堪其忧 悔也不堪其乐 但言回的遗憾 就是他没有机会 为社会服务 他造谣 如果他有机会 为社会服务了以后 他自己还是可以 一单四一瓢影 但他对于 跟他一起工作的 不可以让人家 一单四一瓢影 太苦无以 寄人利物 因为别人有家要养 所以呢 你在这件事情上 还是要照顾到 干部的利益 这样子 好 耳中常闻逆耳之言 心中常有福心之事 才是尽得修行的底时 所以各位朋友 有没有人讲一些 难听的话 让你们受不了 有没有什么事情 你觉得实在很不顺畅 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调理过来 没关系 就因为有这些事情 不断地提醒我们 我们的人生呢 还有需要做的功课 所以眼前做得很顺手的事情 我们要珍惜 要把握 要好好地做 因为我们人生 有一些地方是不圆满的 有一些人际关系呢 是不圆满的 那一些不圆满呢 我们就透过我们 眼前该做的事情 好好地做 也许有可能补得过来 所以它反而是我们 尽得修行的底时 一个人一辈子都是顺的 不知道艰苦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别人的艰难 在什么地方 不知道百姓的痛苦 在什么地方 当我们也有 不顺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能够体会 别人也有一些 不顺的事情 社会也有一些 不圆满的地方 历史的发展呢 要循序渐进 无法一步登天 对于很多的不圆满 我们就出现了一个 宽淑的心胸 可以去接受 接纳这样的不圆满 但是在我们该做的事情 还是做 能够给的 还是给 能够付出的 还是付出 就会把我们的人生 比较持平 若炎炎悦耳 事事快心 谁都跟你讲好话 因为谁都想来巴结 因为你正掌握了 巨大的利益 事事快心 不管做什么事 都会有人帮你 都会有人帮你 你不需要多费力气 你就觉得事情太容易了 太顺了 便把此生埋在真读中 这些讲好听的话的人 这些承揽了你的任务的人 他们所做的事情 恐怕都是损人力气 于是乎从你手中发包出去的工程 都是黑心工程 谁讲好话给你 谁这个给你利益 那你就把这个工程给他 此生就埋在真读里 你就天天在吃毒 当事情爆发 当事情做坏的时候 你的整个权势都没了 所以不要光听好话 当你有权有势的时候 人家一定来讲好听的话给你听 但是他是想你手中的利益 那一些正义之士 正直之人 这个时候不会太靠近 你要自己走向正直的人 走向正义的人 你的团队才会是一个正气的团队 不要光想听好话 不要翘狼腿 坐在那边等着人家来求你 那结果呢 你就变成一个社会的扣分的人 你对社会做的事情 就会是伤害 因为这些来拜托你的人呢 很少是安好心 一个正直的人呢 在这个时候不会靠近 我们老是想听这些话 我们人生境界就越往下掉 所以其实人在任何时刻 任何位置上 生命都还是艰苦的 都还是需要付出的 这个福报才会增长 福德额才会提升 好 这个春天的时候 花草 这个花很茂盛 然后那个鸟呢 叫的声音很悦 意思就是说 我们应该要让这个世界 变得更美好 世君子 性略头脚啊 我们在社会上 有了一个好的工作 有了一份好的薪水 做的事情呢 受到人家的肯定 富裕温饱 日子过得这么好 这么好的条件 这么美好的人生 这么幸福的状态 应该要私立好 年 行好事 多为这个社会 做一些事情 因为我们的社会 并不圆满 因为我们的社会 它有很多的缺点 因为我们的亲人 子女到学校 学校有很多缺点 父母亲到医院 医院有很多缺点 我们的兄弟到社会上工作 那个公司 还有很多缺点 所以当我们把人生 顾好的时候呢 腾出手 不要光想自己的利益 跟名位 把事情做好 否则 虽是在世百年 恰似未生一日 为什么我们总应该 怀抱理想 为社会服务呢 因为你所爱的人 一样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死了以后 他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你当然会希望 这个世界更好 所以呢 你也应该多做一些 让世界更好的事情 何况我们现在 已经自顾无余了 那就腾出更多的力气 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 好 居逆境中 周身皆 这个针匾钥匙 抵截力行 而不绝 所以你碰到难做的事情的时候 不要不高兴 不要抱怨 这个时候 你非得去面对它 不可 因为要面对它 你知道你的脾气要赶 因为要面对它 你知道你某一个专业能力要学会 因为要面对它 你知道你得去跟谁接触 跟谁相处 跟谁互动 因为要面对它 你知道你得花更多的时间 做更详细的规划 这些事情都使你能力提升 就是提升能力 抵截力行而不绝 以前的坏毛病要改 否则这个难关过不了 以前的坏个性要改 否则这个业务你做不成 所以碰到艰困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全身的能量调动起来 这个时候反而让我们进步 是抵截力行 不知不觉当中 但是处顺境内的时候 却眼前进冰刃割毛 萧高弥谷而不知 处顺境非常的顺 人家来夸奖你 你也自己觉得很了不起 然后有一些语言 就不知收敛 无形中得罪了一些人 处顺境的时候 做任何事情 都非常容易的去做 你就少了一份心思 把它想得更清楚一点 这样做的结果 真正的利益是到百姓的身上 到客户的身上 还是到了中间人的手上 还是到你的干部的手上 你太顺了 事情都有人帮你办 你少了一份用心 结果呢 这个利益都没有到 真正该到的手上 这就是冰刃割毛 你的福德一直在减损当中 所以有时候处顺境 不如处逆境 逆境可能不是你自己造成的 逆境是长官要你去承担 一个重责大任 是社会环境造成的 因为要去承担 那个重责大任 你没有足够的能力 所以你非常谨慎小心 来提升自己的能力 于是你不知不觉中在进步 你做得非常熟 非常顺 非常习惯的事情 你不知自己提升 立身没有提高一步 你用简单的方式去做 用轻松的态度去做 这个事情呢 松松垮垮 垮垮垮垮 我们的福报在丧失当中 而不知不觉 有时候顺境不如逆境 好 无偏信而为奸所欺 无自认而为奸所使 偏信你只听某些人的话 因为他是你的同学 偏信你只听某些人的话 因为他是你的亲戚 偏信你只听某些人的话 因为他昨天晚上到你家送你了 无自认 结果呢 就会为奸所欺 无自认而为奸所使 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 这一行我最清楚 这一行我入行最早 这个专业知识呢 我掌握得最清楚 结果呢 因为你个性的习气 特殊性 你就自认而为奸所使 为奸所使 就是我想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因为你对自己太过 自信满满 结果你用意气用事 反正你怎么做 你认为你都做得成 时代在变 环境在变 别人的能力 也在飞快的提升当中 自信过满 又刚愎自用 顺着自己的个性 意气来做 都不想事情的艰困 哪一天你就踢到铁板了 物以己常行人之短 我们有优点 别人不具备这样的优点 别人心中是惭愧的 对我们是羡慕的 如果我们以己常 暴露人家的缺点 彰显别人的缺点 让别人难堪的话 别人对我们就不是羡慕 而且不只是嫉妒 而是怨恨 所以以己常行人之短 这种行为 就直接制造自己生命的敌人 千万不要干这种事情 所以当我们有才华的时候 我们就要包容能力不如我们的人 给他机会让他成长 让他有在事情上成功的机会 让他有完成事情的经验 让他获得一种成就感的 荣誉感的满足 这是善待不如我们的人 否则我们就自己制造敌人 乌因己酌忌人之能 人都是好人 好人不会做坏事 但是呢 好人在嫉妒别人的时候 就会变成坏人 通常好人都是因为嫉妒 比你能力强的人 因为嫉妒 见不得他好 我自己没有机会展现 所以呢 不愿意帮助他 扯他的后腿 说他的坏话 甚至他在做公家的事情的时候呢 出一刀 破坏这件事情 让他办不成大事 获得不了成功 那就为恶了 那就是恶 那不是恶是什么呢 所以好人都不会为恶 好人之所以会为恶 通常是嫉妒别人的时候 使你为恶 所以所有的好人 一定要好好地警惕自己 只要发现能力比你强的人 一定要告诉自己 我羡慕他 向他学习 跟他配合 帮助他把事情完成 一定要把这几句话 放在自己的心 否则 当你碰到能力比你强的人 你一定是我嫉妒他 我不满他 我说他的坏话 我破坏他的好事 就是破坏社会大众的公众的事情 这就是恶人了 人要变坏 就是因为嫉妒别人能力比你强 这就是使我们变坏的 非常重要的原因 很多就是这样的原因 只好人变成坏人的 好 人生太闲 别念妾生 所以人总是要有一些事情在做 有一个职务在生 而且这个职务 如果你做了一年两年 已经很纯熟了以后 你进办公室只花十分的力量 剩下九十分的力气 都在夺你的老板 装了一副很忙的样子 说同事的闲言闲语 或者想一些旁门走道的事情 争夺更多的利益 就是太险了 所以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头 如果一些业务力已经纯熟了 要思考怎么样提升整个办公室的业务的格局 要思考怎么样提升你自己的能力 你还有九分的时间 你就拿这个时间去提升自己的能力 或者像你的老板要更难的任务 你来做 不要让自己太险 别念切身 太忙真性不见 你能做的事情 别人也能做 但都你来做 你能做的事情呢 一天做一份 但你想做两份 做三份 会让自己太忙 太忙的结果呢 这个忙的过程本身是个贪念 这个贪念呢 会使你在处理那一些忙的事情的时候 以事情完成为最重要的目的 而不顾人情事故 贪功 真性不见 没有了人位 变成了机器人 跟你互动的人呢 他们是人 他们不是机器 因为你太忙 太求功 太求事情的完成 就会丧失了一些人位 故弑君子不可不报身心之忧啊 什么是身心之忧呢 就是我该做什么事情 我有没有足够能力来做这件事情 那我有没有什么理想能够做更多的事情 这是身心之忧 必不可不单风月之趣啊 风月之趣就是 我们有下班的时候 我们有这个退休的时候 我们有周末的时候 我们有度假的时候 要把这个时间调理出来 才能让我们在繁忙的工作的行程当中呢 有机会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样子 是不是还是一个正常的人 还是权力很大 洒门很大 任何时候呢 即便在餐厅也在指挥别人 随便乱骂那些服务员 这就是太忙的结果 好 事烧服务 做不顺 便思不如我的人 还有很多人位置在我的下面 薪水比我少 能力比我差 这件服务的事情 他甚至没有机会来服务 所以呢 也难得 我在这个位置上 有机会碰到这样的事情 我好好来面对 思不如我的人 愿自消 心烧带荒 思胜似我的人 精神自愤 有谁是人间当中的人中之人 人中之龙 最高等的人 最高级的人 在我之上是不是还有高人 当然有 没有任何人敢说 在我之上 没有高人 即便当今之事 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人 从古到今 难道没有比你更厉害的人吗 当我们可以这样子想事情 我们就不会因为 我们已经很厉害了 然后就懈怠了 那我们不懈怠要干嘛呢 我们不懈怠就是 想要把事情还做得更大 还做得更好 那我们目前就还不到那个位置 所以呢 当我们有能力做眼前事情的时候 就把那件事情做好 当做得很顺手 只花更少的力气了以后呢 多出来的时间跟精力 就拿来参加国学班 学习 成长 因为还有比你更高的人 所以你不会懈怠 那你为什么要如此勤奋的工作呢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 并不是天堂 我们的社会还有太多不足的地方 也许你有能力 把某一个区块 某一个领域 做得比较好 甚至做到最好 因为我们希望 我们的社会好 这就是一个如者的 根本的理想 根本的态度 所以不允许自己懈怠 责任者 缘无过于有过之中 则情平 则己者求有过于无过之内 则得尽 责被别人犯错 他的犯错里面呢 有 他不是刻意 故意犯错的那些情况 把他找出来 我们可以原谅别人 就是少责备别人的意思 对自己要求的时候呢 这件事情 我已经做了三次四次 这一次呢 我做得跟第一次一样的好 无过 但是呢 我做得跟第一次一样 已经做第三次了 我难道不能做得比第一次更好吗 说不定有些事情 我甚至做得不如第一次 我该照顾的情况 该注意的细节 可能并没有照顾的很好 所以对自己的要求 要不断的提升 第二次做得比第一次更好 第三次做得比第二次更好 因为环境不断的在变 如果你第二次做得跟第一次一样好 第三次跟第一次一样好 请注意你肯定不如第一次 环境在变 周围的在变 求有过于无过之内得进 我们才有所谓的进步 否则第二次第三次跟第一次一样 我们没有进步 不进 则退 等于退步 因为环境在改变 别人在进步 那你做什么事情 要实时反省自己的弱点 缺点 反挤 反省自己 还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于是乎所有我想到的事情 都成为钥匙 都能够治疗我的个性的缺点 人性的疾病 游人者 指责别人的错误 动念即是割毛 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错误的时候 我们就是拿刀在杀他 他很痛 他不满 他要反击 于是我们拿刀在相砍 动念即是割毛 我们指责别人 别人也会指责我们 因为他要保卫他自己 所以我们就形成了冲突的人生 何必跟某些人形成冲突的人际关系呢 让他在我的人生的长长久久当中 不断地起冲突 不断地斗争 不要责备别人 不要怨由别人 反省自己就好了 当我们能力更提升 可以做的事情更大 我们就离开了眼前这个位置 那个跟你做对人 自然跟你区隔开来了 他将远远地看着你 没有机会再跟你互动 因为你能力不断地提升 可以做的事情更大 你会到更高的格局 更大的位置上去 所以不需要在眼前跟谁 纠结不一 自我反省 所有的好的事情被你打开 责备别人 所有的坏的事情 从这里开始 你还得自我防卫 因为他有攻击你了 所以你做了更多不好的事情 他也做了更多不好的事情 相去消染 好 青天白日的结议 自暗示 肉屋中陪来 就是正义的念头 别人没有看见的时候 我也是要这样做 就培养出来了 旋转乾坤的 金轮 在小事情 认真做 大事情 非常谨慎地做 每一件事情 都完完整整地 全力投入地做 将来我们就能够 旋转乾坤 好 我用了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讲了两课 后面还有五课 后面可能要讲快一些 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好了 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大家 这个呢是我们在那个 那边的双会堂 开过光的 真的吗 好 那么 接下来我们进入第三课 前面两课呢 都是自我要求的 那么 有没有做到 我们自己 给自己打个分数 那么到了第三课呢 是看别人的 你有没有像 蔡根坤的作者 看得这么透彻 我们也可以给自己 打个分数 人性的透视 看到 石火光中 争长静短 我们在跟别人 好胜 竞争 斗争的时候 其实 以宇宙 时间来看 很短暂的时间 我们何必在 这个地方 很小的事情 跟别人竞争 退一步 海阔天空 那个争让掉了 我们可以做的事情 非常多 蝸牛角上 教词 论雄 你得到了这个位子 你得到这个金钱 你得到了那个利益 那个利益 那个金钱 只是刮牛 脚上的小小的东西 何必为了这样的事情 耗尽了我们的心思 我们的能力要用在 做对社会有用的事情 要用在提升自己的能力 而不要用在 跟别人竞争 因为那真的 都是私利而已 不是天下的功利 天下的功利呢 你帮着他做 配合他做 他做主角 你做配角 功利还是可以完成 功利才是最重要的 好 接下来都有点深了 但是我的时间也更少了 所以我们要更精确地 来掌握这些句子 做坏事怕人家知道 有羞耻心 这个时候呢 还有一点点善良的良知在 恶中拥有善路 做好事 深怕别人不知道 这一个深怕别人不知道 你做这件好事 目的就是想要得到利益 善处即是恶根 下面这句 配合起来 恶即阴 善即阳 做坏事 这个用阴损的方式做 做好事 大累累的大张旗鼓 生怕别人来知道 这个是不好的 故恶之贤者获浅 饮者获生 什么意思呢 你为恶 你公然地为恶 你当下要反对你的人 当下就反对你了 知道这个坏事是你干的 当下就知道 当下就对付你了 你当下就受到报应了 结束了 获浅 但是你做了一件恶事 因恶 别人不知道 社会大众不知道 但是以后会知道 以后知道的时候 对你的恨 对你的埋怨 那是更强大的 我们台湾社会 这个社会顶尖的 高阶层的 最有钱的人 做了亏心事 卖了黑心食品 百姓受害 过去不知道 现在知道 大家对他的怨恨 是非常大的 不要做因恶 你可耍耍流氓 当场也被人家 捶你两拳 当场这个恶报 已经受到了 所以恶之 行或情 因或生 千万不要 做害人的事情 而且是因着来 善之贤者功小 赢者功大 好事情呢 这个 这个 大累累的 做出来 人家当场也得 大累累的感谢你 你的功劳已经结束了 赢者功大 没有去张扬 没有去张扬 流芳百事 长长久久 永远在被你帮助的人的心中 功大 好 受到别人的恩惠 这一节在告诉我 什么人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最刻薄的人 这种人要很小心 避开他 避得远远的 这种人受到别人的恩惠 再怎么生 都不会想要去报 如果被别人惹了 怨了 再怎么想的事情 伤到他 他一定要报复 所以只顾自己 别人对我好 那是理所当然 别人伤害我 我必反击之让 好 听到别人做了不好的事情 犯了错误 也许这件事情 根本没有张扬出来 还没求证 反正只要人家不对 那人家肯定是不对 就哈哈大笑 就到处宣扬 听到人家做好的事情 即便是已经都确定的好的事情 也要讲两句 挑剔一下 说不定他是为了什么好处 才做这件好事情 说不定这个好事情 还有别人做 不是功劳都是他一个人的 嫉妒别人做好事 所以只要别人做坏事 就大脸脸的张扬 别人做好事就嫉妒别人 这种人啊 克之己 薄之由 一切戒之 我们千万自己不要流入这种状态 别人有恩于我们 一定要报 别人有仇于我们 赶快把他忘掉 不必再跟别人结仇 文人之恶 就帮他遮掩下来 不要去宣扬 听到别人有好处 就要公开地赞扬别人 肯定别人 这才是好人 宁可坚持正义 小人对我们很忌惮 说一些不是实际的重伤我们的话 但是我们维持了做人的品格 不要我们做一些事情跟小人 同流合污 行瀉一气 小人肯定人前人后赞美我们 在我们面前尤其是堆着笑脸 当我们过着一个被小人 在我们面前媚悦的人的时候 我们的人生正在堕落 宁可被君子所责备 因为那是我该做的事情 没有承担 我不要去躲藏 不要去隐藏 不要躲起来 不让他骂 要去承担 然后改过 不要被君子所包容 什么意思呢 我还在犯错 我还在堕落 我还在不负责任 于是乎我加重了他的负担 他是宽容我 但是该做的事情的分量 就移转到别人的身上 该我做的事情 为什么要让别的好人 去包容我们呢 就我们自己做 做错的事情不要逃 要站在那里 接受责备 承认错误 勇于感证 补过 这才是一个君子人格 好 这个猜根谈句子 场景不断地变幻 我们才幻了一个场景 听到 人家 说 某一个人的坏话 你不能够就立刻 以为这个人是坏的 就对他下重手 因为 你可能是被别人 这个 残夫泄入 人家恨他 故意说他的坏话 重伤他 你不明是非 立刻就以为对方是坏的 所以这个被人家说是恶的这个人 他其实是好人 所以你要搞清楚 因为你可能被人家利用 闻善不可及亲 人家跟你推荐谁 非常的优秀 非常的好 或者是自我推荐 讲得非常的好 你要搞清楚 在用这个人 在敬这个人 否则呢 恐引奸人近身 这个善人呢 其实怀抱着私欲私利的目的 而来你的面前 说些你喜欢听的话 把自己装扮成好人的样子 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历练 另外一个情况 善人未能及亲 不以欲扬 你知道那个人是好人 你准备要提拔他 你还没有布局好之前呢 不要去讲你要提拔他 在你还没正式认命他之前呢 一大堆关于他的坏话 就跑进来了 社会上人们就是见不得人好 当有人人好的消息 传扬出去之后呢 说他坏话的声音就进来了 所以你要提拔谁 不要吭声 准备好了 再提拔 恶人未能亲去 你的团队当中有坏人 有小人 有吃力趴外的人 有假公祭司的人 有这个伤害别人的人 不顾这个团队荣誉的人 你还没有准备好 不能帮他铲除之前呢 不宜先发怒 先发表 否则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会更加的做更多的恶事 与你为恶 让你更难以收拾 我觉得这个每一句 在我们的人生 都可能是五年十年十几年的经验 才能够体会这样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还是要用快速的速度 来进入每一个情节当中 好 这又是另外一个情节 持生不可太皎洁 侮辱 够会 如纳得 就是 你做完一件好事 成功了一件事 有人说呢 你在过程当中也是拿了一些钱 你在过程当中也是任用了私人 你要不要去澄清啊 不必去澄清 别人嫉妒你的成功 要发泄一下 这些算在自己身上的账呢 就让他放在那里 总要让嫉妒你的人发泄一下 至于你上面的人 如果是有智慧的长官 不会听进去的 如果你上面是一个 没有智慧的长官 会听进去 这个公司你也不用待太久 这个政党你也不用待太久了 这个国家你也不用待太久了 所以持生不必太皎洁 算在自己身上的账 被别人说一些坏话 就放在那里 你努力去澄清 人家就把你说得更恶 就找到了死对头 整天在那里打架 没有机会 为天公家做事 与人不可太分明 你带领的干部 一切善恶贤女 要包容得 他总有他的能力 他是个偏才 他不是个偏才 他有他的能力 能够在你这里做事 他有一些缺点要包容 否则呢 他也没有办法在你的团队 算在别人身上的账 不要把它弄得太清楚 听到了 好 知道了 没事 他没有捅出更大的娄子 没有伤害社会大众 只是一些小的私利 小的恩怨 小的毛病 那就容忍他 你的团队才可以强大 好 人与人之间互动相处 别人的错误尽量宽恕 让别人有自信的机会 让别人跟你还是朋友 自己的犯错呢 不可以原谅 犯错就要承认错误 要去道歉 要去拟补 但是别人的犯错呢 就放他一拿 他仍向你道歉最好 不向你道歉 只要不要继续为恶 都没有关系 极致困辱一人 我们受到别人的侮辱 受到别人的阻碍 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很好 这样的一个困辱呢 我们要忍耐得住 因为忍耐过了 别人的阻碍的力量总是有限 总是有停止的一天 而我要做的事业 在那一天就成功了 我如果不忍 起了冲突 一个合作的格局 破坏 我要完成的事业 就没有办法完成了 被成就大事的人 虚言之事 在有困辱的时候呢 我们要忍耐得下来 因为太多嫉妒你的人 就会给你阻碍 太多不负责任的人 就不喜欢你太负责任 太多见不得你好的人呢 就会为了自己的私利 而迫害公家的事 迫害你在做的事 你要忍得下来 不要让整个场面破坏 那件事你就真的完成不了 但是对于别人受到困辱 你就不可以忍 什么意思呢 别人受到辱 我们有能力 我们就要挺身而出 为别人澄清 他的是非黑白 不要让你的人呢 受到了侮辱 而没有办法澄清 我们自己受到侮辱 可以不要澄清 但是朋友 干部 同事受到不白之冤 我们要勇于成情 这才是君子之道 当然他很不容易 因为我们自己 可能也会栽殃 如果干这些对的事情 都会栽殃的话 就表示 这不是一个好的社会 不是一个好的环境 我们就要更加明白 要做更好的事情 去改善他 好 结义之人 既和中 才不起奋争之路 都是好人 都要为社会服务 都好强 都不能跟别人合作 没有一件大事业能够完成 这些好人 没有用 好人 一定要跟好人 合周共济 才能够办成大事 公民之事 诚以谦德 方不开嫉妒之门 我们成就了 有公民了 就要谦虚 待人客气 要理人家 不要不理人家 你成就了 人家对你是羡慕的 但你不理人家 人家对你是嫉妒的 你还反过来 骄傲伤害别人 人家对你就是愤怒的 你因为你的成功 而引起众人对你的愤怒 你还能成功多久 所以要谦虚 好 场景又换了 我们需要这个 几十年的人生的阅历 才能把这些东西吸收好 休于小人愁愁 小人自有对头 不要花你的力气 你避开就好 那么除非是你负责任 你是主管 那责任在于 小人你要负责 否则的话 小人自有对头 会有更坏的人 或他的直属主管 是个正直之士 他就能来处理 否则你处理的结果 没完没了 这是对小人 对君子 不要向君子谄媚 你向君子谄媚的时候 你在他的心中被扣分了 因为你向他谄媚的目的 不外乎让自己事半功倍 让自己得到不当得的利益 甚至你把这位君子 拉到下游的情境里面 所以修向君子谄媚 君子原无私会 君子是要为天下公众服务的 当然我们要对君子有礼貌 但有礼貌跟谄媚是两回事 谄媚呢 就是只有他好 别人都不好 谄媚就是给他一些私利 这样子 有礼貌是尊敬他 跟他一起合作 他交代的任务 我们认真去做 这才是跟君子相处之道 简是美德 但是不要过解 反商雅道 因为我们周围的人 有很困苦的人 他们需要我们要给 让一行 过则为足弓 为虚警 多出积心 让就是谦让 是美德 但是过度的谦让 该你负的责任 你也谦虚让 这就是不负责任 或者是不需要谦虚的事情 你一直在谦虚 请问你的意思是什么 是不是要我给你更多的薪水 你才肯干这件事情 所以你的谦虚 适可而止 该做的事情就要做 谦虚是一回事 谦虚而推掉你该做的事情 谦虚而对于你该做的事情 等待长官给你更多的酬劳 这种谦虚就是多出积心 别人看得很清楚 不要再假装 遇故旧之交 意气要遇心 因为老朋友现在不如你 见到他的手要真的热情 请客要到最好的馆子 因为你钱很多 人家心里舒服 你呢 是个念旧之人 你呢 退休以后有朋友的 出隐为之事 心机一欲险 隐为之地 重大利益的地方 厉害的人都看着那 你怎么做 公开讲 台面上讲 会议桌上讲 大家明明白白 这个重大的利益 80%归公司 10%归干部 这样子 剩下9%归慈善事业 你自己拿1% 那就非常清楚 这件隐为之事 你不公开来讲 其实50%归你 然后呢 这个30%归公家 然后呢 剩下20%呢 这个归你的干部 你的干部拿了20% 但是你一个人拿了50% 越隐为之事 人们眼睛越血量 要在台面上公开讲 越不公然上台面 人家对你越忌讳 待衰朽之人 恩礼当欲蒙 即将退休了 即将卸任了 对他要更有敬意 如果他过去 真的是对我们公司 我们单位 有贡献的长者的话 我们要表现出 我们对他的感谢 否则事态炎凉 人心这个炎凉 他会非常的感叹 势力分华 不要去靠近 但是有时候 你不能不去靠近 尽之而不然者游结 势力分华 就是好处大家瓜分 那些事情 有时候你也不能够避 因为你要公家的事情完成 但是尽之而不然 智谢技巧 不要去知道 知道的都是干积心的事情 不知者为高 但是呢 有时候在复杂的情境里面 你要非常清楚 这个恶人很尖 善人更尖 就这个意思 知之而不用者 你不是用他来损人利己 你用他来损人利己 那就同游合物 你不用他来损人利己 而来利人利己 那就是知之而不用者为高 由高 好 事事留个有余不尽的意思 造物不能忌我 贵神 不能损我 留个有余不尽 就是你做成了一件事情 然后你就走了 没有留在那里 等着人家感谢你 没有留在那里 抢一些好处 有余不尽 想要抢的人呢 就不会想要来伤你 鬼神不忌我 造物不忌我 鬼神不损我 业必求满 功必求赢 要做到最圆满 最完整 什么都是由我来成功 那么这些功劳 你的干部 能不能够得到呢 得不到 毕生内变 这些功劳都完成了 你的敌人 没有呼吸的空间 你所有的敌人呢 趴到地上之后 团结起来 歼灭你唯一的公司 避招外优 所以什么事情 可以了 就行了 不要让别人 没有活路 不要让别人 对你的感谢呢 必须一直感谢下去 要让别人 也有东西可以拿 不要过度 在自己的身上 好 生活都应该是正常的 惊奇 喜意 搞些特立独行 引人注目 满足虚荣心 这种人呢 只想出名 什么名 没关系 表示他 无远大之事 远大之事 只做平常的事 会社会服务的事 会单位服务的事 而不会特意图行 引人注目 只为虚名 只为出名 苦劫独行者 非恒久之操 苦劫独行 在一段的时间 自我培养的时候 可以 当你为社会服务的时候呢 与公众互动的时候呢 在单位里头 只是一个螺丝钉的时候呢 还苦劫独行 这样子你办不成大事 你没有办法团结人心 别人也无法用同样的方式 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你一定要做那一些 利人利己的事情 而不能总做那一些 利人损己的事情 因为别人没有办法配合你 故非恒久之操 所以老是要苦劫独行 在一个意义上 也是 惊其喜意 也是矜持 可能是假装的 好 工人之恶 不太严 私其堪受 要是受不了了 就摆明了为恶与你作对到底 非教化之道 将人之善 无过高 当使其可从 要循序借鉴 按部就班 这个佛要引导众生脱离苦海 都还先以欲勾迁 再令入佛道 如果一开始就跟你讲 说人生是苦的 怎么样 没有人想要去跟他学佛去了 所以要 无过高 当使其可从 一步一步把他往上提就好 不要一下子要求他做 他做不到的事情 一个人事情做失败 他不一定是故意做坏 要想想他本来的善意 这样子我们可以原谅这个人 功成行满之事 事情完成 成大功了 你要看他后来 怎么用他因此得到的荣誉 因此得到的权利 因此得到的资源 说不定他后来走上了邪路 所以原来他之前所做的那一些功德 也不过是为私利而假装做到的 这两句话也很容易看到 带小人对他严厉 不让他犯错 你做得到 但是 不把他当坏人 责骂他 轻视他 践踏他 忽略他的人权 你不容易做到 难于不悟 不要恨他 他也是一个人 他有人的尊严 我们要尊重他 我们只要严格的管教他 不要让他再为恶 就好了 我们要期待他 有向善的一天 给他成长的机会 带君子 不难于功 难于游离 对他谦虚 客气 你都做得到 但是跟君子互动 就是他要做的 理想的事情 你配合他 你帮助他 不求你自己 不要嫉妒他的成功 这叫做游离 游离是不容易的 他成功 他在上面 你对他恭敬 那你心中不服 这就是无理 浓肥甘心 非真味 真味只是大 太虚荣的事情 都是一时的 不是长久的 平平淡淡的相处 才是真诚的 神奇着异 特立独行的人 并不是我们这个社会 最了不起的人 我们这个社会 真正了不起的人 就是开车把车开好 开飞机把飞机开好 办学校把学校办好 这个搞法律 把法院搞好 就是在自己的位置上 做正常的任务的人 智人只是常 智人就是为大众服务的人 他们才是智人 特立独行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别人不会的 那个不是智人 特立独行 好名而已 好 这个一个人 人性要正常 睡觉的时候呢 也是一团和气 一个人处处想要伤害别人 整个人充满暴力之气 凶人啊 不只是做坏事的时候 非常凶狠 即便平常 他跟你讲话的时候 他因为什么事情 在笑的时候 你听在耳朵里 都不喊而已 你都会起鸡皮疙瘩 这个人坏到灵魂里了 这个灵魂散步在空中 碰到这样的坏人 这是奇坏的 人不能干坏事 干得太坏了以后 整个人散步出来的频率 就是狠利 浑视杀鸡 希望我们不要碰到正常的 好 除奸度性 对一般为恶的人呢 我们要制止他为恶 但是要给他一条 可以走的路 如果完全不给他一条路走 他就干脆拔刀杀人了 就这样子 譬如色鼠穴 一切去路都尽色的话呢 那么就把屋子里头 通通所有东西给你摇坏了 因为他也无处可去 好 功过 要搞清楚 如果不能够搞清楚 你的干部 谁做的是好的 谁做的是不好的 那么你的干部就干脆 我也不必认真为公司服务了 人怀堕堕之心 大家都放弃服务 恩仇不可泰明 功过不容少 你的干部 恩仇你的朋友 恩仇不可泰明 对你的朋友恩仇泰明 有仇必报 而且报道别人 无路可走 在你旁边的人看到你的这种行为 对你是很记得的 你的部下呢 就会想要离开你 因为哪一天 要是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 他不知道他的下场会有多惨 所以平常啊 不要对我们的敌人太凶狠 我们的干部看到以后呢 会恐惧 会害怕 会想要离开你 也就是用人 用干部 不要太柯薄 该给的要给 甚至多给一些 让你的部署呢 快乐 太柯薄 那么他就想要离开你了 本来想要跟你效忠的 你太柯薄了 那我只好离开 交友不宜烂 烂折共予予者来呀 来捧你的 来想要得到好利益的 就来 但是我们对每一个人都要磕磕气的相处 那什么叫交友呢 你额外花了时间跟他吃饭 跟他喝酒 那就交友 场合上你也不需要得罪谁 不跟谁往来 看他头就转开 你是坏了 那完全不必要 而是说 你额外的花时间去跟他相处 跟他吃饭 跟他喝酒 跟他谈事情 跟他聊天 等等 如果烂的话呢 供与者来 损友就很多 非分之福 无故之祸 突然得到 如果不是造物的调 就是人事的积极 陷阱 所以呢 额外 只要你做一件事 你就可以得到人民币一百万 这种事 你要谨慎小心 恐怕那不是好事 那就是陷阱 你得到了以后呢 人生就掉了 所以不要去拿那种东西 这个地方没有办法 着眼高 的话 很少不堕入 别人的算计之中 我们何德何能 突然赚了一百万 一千万 我们一个月薪水 就这么多 突然可以得到这么多 那就是要 省人力气 我们人生就要毁了 好 别人的缺点 要帮他弥补 如果把他张扬出来 就是拿自己的缺点 去攻击别人的缺点 把别人的缺点张扬出来 就表示你也是一个很浅薄之人 见不得别人好 人有顽固 善为化悔 愤而极致 以玩即玩 他有顽固 明顽不宁 不容易打开 不容易叫化 好好的引诱 用力的责骂他 你自己也太顽固了 叫做以玩即玩 因为这招不管用 你要寻寻善用 设计方便的方法 摄氏浅点燃一浅 力士生 鸡械一生 所以君子与其 什么事情都面面俱到 不如 有时候有点质朴的样子 还有点可爱 因为你摄氏浅 鸡心也浅 所以我们鸡心很重的时候 有时候太过重视各方面 方方面面 有时候太过重视形式 有时候太过表面的嘴上功夫 不如疏狂 质朴一点 疏狂一点的 事有极之不白 宽之或自明 无造极以奋其诉 这个一开始误会了 觉得别人不好 短暂的时间 讲不清楚 不要轻易责备 放慢 缓一点 不久之后呢 真相就大了 当时根本不需要责备 好在你没有急的责备 要教化别人 操之却不从 那么不要急 放准 有一天他看明白了 自己醒过来 转过来 如果当时用力过猛 只是为了求进攻 他可能就更用力 走得更远 你更难抓回来 好 这个 这一条 我得跳一下 节省一下时间 才救罚便施法 方式无视到人 这个意境有点高 我们在社会上做事 不惹麻烦 要服务 得到一个工作的机会 好好做 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 好好做 做好了以后呢 这件事情就结束 不要因为做了这件事情 就想要要一个位置 要持续的掌握这个影响力 一个影响力一定是很多的机缘放在那里 抓在手中不肯放 一件事情做一年可以完成 你做了三年还没完成 就是不肯舍罚 那我们就是一个假人 这个白件性做完 然后就结束 回到正常的工作坎位 做正常的事 本来的事 方式无视到人 有道者 做平常该做的事 特别有的事情来的时候 就把它 就好好做 做完就结束 不要抓住这件事情 不放 一直在邀功 一直在要钱 一直在要地位 那就会让别人非常的痛 很受不了 奇虑又秘虑 尊为不了禅师 作为一个有智慧的人 做了一个位置 想的不是把这个位置的事情做好 想的是更高的那个位置 那你这个人永远没有办法 心安的时候 好 我们现在进入这个第四课 境界的品味 隐意如临终无荣辱 如果你正在做休闲的活动 或者你已经退休了 退休的人呢 不要去想 之前多么的光荣 多么的荣誉 这些事情呢 就表示我们 没有真正放下 没有真正退休 还在计较淋利 下面一句话不太容易懂 道义路上无言凉 什么叫做道义 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 承担起来 什么叫做道义 别人有困难 没有人能够帮助他 你出手帮助 别人的困难 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帮助他 因为太难了 你出手帮助以后呢 你要承担很多 社会的这个欲望 加注于你身上的伤害 所以你做有道义的事情 常常是不得报仇的 得不到感激的 你做了有道义的事情 然后没有得到感激 然后抱怨这个人是太原谅 你做的不是有道义的事情 你是在做买卖 既然是要做有道义的事情 就是要来承担这个社会的不足 社会的缺陷 人性的脚步 但是人性有一天会从谷底反弹 但现在还没有到谷底反弹的时候 人性还是躲得远远的 虽然你做了该做的事情 做了对的事情 人们不会赶快冲过来 感谢你 因为绝大多数人还在观望 绝大多数人还自顾不暇 社会还在很低层的低级的阶段 所以道义路上无言良 你不要去抱怨事态言良 你就是要承担的 但你为什么要承担呢 因为你是个理想主义者 你希望这个世界更好 那就承担了 没死掉就好了 还有造成有薪水 不要去讲那些话 放得公民富贵之心下 便可托返 放得仁义道德之心下 便可入社 怎么样托返入社 做你现在该做的事情 不要总是想着别人 对你的肯定跟长官 给你的好处 再给你升官再发财 你这个人就超凡入社 把你眼前的事情做好 做到位 不计较别人给你的 你就是超凡入社 做一件好事总想要得到 好人好事的美名 你做这件好事 是做给别人看的 别人没看的时候 你动作缓慢 拖延时间 别人过来的时候 你再积极地做 做给人家看 那你不是在演戏吗 没有入圣 做道德仁义的事情 就是圣者的事业 圣者的事业呢 是为了那个事业的本身 不是做给你长官看的 不是做给你的朋友看的 不是做给人民百姓看的 好 真连无连名 立民正所以为贪 连结的人 千万不要去领连结奖状 想要抢这个连结奖状 好 我那个尽量少拿加半费 我这个尽量那个不请假 去拿一个奖 这种心态 就是一个贪的心态 连结 没有连名 就跟道义路上无言良一样 连结就连结到底 不要那个名 盖世功劳当不得一个金子 做了对公司做了很多的事情 没事就提起人家 那件事情是你做的 矜持在那个地方 所有单位里面对你的感谢跟敬意 因着你的那个好名的矜持 人家对你的敬意早就没有了 你还是个生意人 所以服务 服务完就结束 不要矜持那个服务的美名 明天罪过当不得一个混字 做错了一些事情 承认就没事 不承认 你还在持续犯错之中 明天的罪过 只要你承认 承认我就接受该负的责任 接受惩罚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你不肯承认 人家要你生意 你还不肯承认 还得花力去去找证据让你承认 找到证据了 你还是要狡辩 你不断的犯错 一而再 再而三 但是承认 认错 后悔 那么 这件事情当下就结束了 当然所有该承担的 你要承担起来 很多人喜欢装扮成自己 不在意功名利禄 而是一个喜欢大自然的生活的人 于是乎老师跟你谈大自然的生活多好 你不要老师在这边那么辛苦 做那么多事情 跟你讲这种话的人 未必争得山林之乐 就是换一种模式 再做人事的世俗的名利的竞争人 厌名利之谈者 未必尽忘名利之情 厌名利就不会谈名利 谈名利就是喜欢名利 所以各位朋友 你的格局决定于你的话题 不决定于你在那个话题当中的主张 那个主张都是假的 那个话题才是真的 所以你跟别人谈什么话题 你就是那个格局 所以你要选择我们的话题 选择讲厌名利 其实就是满老师念字在字名利 见不得别人得到很多的名利 根本没有忘记名利 真的忘记名利 不会去嫉妒别人的名利 不会去说自己不中名利 因为你根本谈都不会谈 这是境界的品位 一个人耗力 耗力不是好事 耗力更严重 更糟糕 耗力溢出于道义之外 那你做的事情 不为义而为利 溢出道义之外 所以呢 大家看到 你不过就追求功利之外 请你做一件好事 要付出相当的酬劳 好吧 咬紧牙根 我付出这个酬劳 我宽容 但这件事情 我可以办成 其害显而浅 你不过就是让好人 得花更多的钱 加重他的负担 完成一件公众的利益的事情 你是个耗力者 你不为义卖命 你只为利卖命 有害 险但是浅 耗明之人呢 什么利益都不要 但是呢 什么名都要 耗明之人 篡入于道义之中 其害引而生 当你串入道义之中 你得了美名 最后你会掌握大权 你的目的只是为了权 这个权的目的就是利 耗明的结果就是耗力 但你现在借着明 来掌握更大的权 将来呢 要夺取更大的利 其害引而生 我们宁可跟耗力的小人 打交道 不要跟耗明的伪君子 避得他远远的 其害引而生 这个境界的品味 我们室可而止 因为后面福德的培植呢 每一句都是非常深刻的 所以我想尽快就跳到 福德的培植 这个地方 这是蔡根坦的第五课 这个乾坤大门 你练到了最高的境界 我们明白了人性的丑陋 我们知道了 怎么样品评境界 然后呢 我们知道社会还很不圆满 我们希望社会进步 但是呢 人心还是很险恶 如何让大家一起进步 而我们自己不受到人心险恶的伤害 那就要一套完整的智慧 就是福德的培植 好 需要一些智慧 我们来看 地之慧者多生物啊 这个土地 有很多的 这个有机的东西 看起来脏兮兮的 可是有机就是一种能量 结果呢 长出了很多好的植物 水之清者呢 那就看不到鱼 那浑浊的地方呢 或比较深的地方 看不清楚的地方 反而很多鱼聚在那个地方 水清无云 故君子当存含购纳乌之量 不可持浩劫独行之操 含购纳乌是含别人的购 纳别人的乌 自己呢 是浩劫独行 但是自己浩劫独行 却含别人的购 纳别人的乌 不可以要求别人 非浩劫独行人以后 才能够跟你合作 你好像自己是一个利益的大吸体 谁都想要靠近你的身边 所以你对别人挑三紧四 只有浩劫独行之人 才能够近你的身边 请注意 一定有一大堆人 装得非常浩劫独行的样子 靠近你的身边 他浩民 窜入道义之中 来欺骗你 如果你只立这个标准 而不看他的能力 而不了解人性的 而不能够透视人性 结果 你就会找到一群虚伪的人 没有能力的人 浩民的人 扮不成事的人 浩力的人 其害显而浅 他还是可以把事情扮成 浩民的人 未必是有能力的人 所以不容易看清楚 所以当存寒购纳乌之量 不可持浩劫独行之操 这样我们才能够 成是一个虚远之人 才能够容纳得下所有的人才 建立大的工业 完美的明节 也不宜独任 因为美名谁都想要 得到美名 其实就得到很多的利益 这个时候呢 如果只有我们自己有美名 别人恐怕会出炎重伤 分歇与人 别人也是这件事情 成功的重要的推手 别人也有功劳 大家都有功劳 大家都是好人 那么大家都喜欢你 大家都不嫉妒你 大家都不会讲你的坏话 重伤你 可以远害全身 所以 人要做有道德的事情 但是不一定要 抢 那个有得者的名 抢 有得者的名 而且只有自己一个人有 其实这反而让自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局面 这就是福德的培植 不要那个名 要那个事 时就好了 辱行 污名不宜全推 引些归籍 可以韬光养德 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有一段时间清闲 这个时候呢 你还是继续在成长 反正那些话呢 都是假的 好事者喜欢宣扬 但是有志士的人呢 知道你的实力在什么地方 所以呢 一段时间的滔滔 让它过去就好了 可以韬光养德 因为你还在成长 因为你是真的有实力 你愿意为社会服务 将来还是有出山的一天 这三条 这两条也是非常厉害的 绝人之杖 不省于色 你听懂了 你看明白了 你要不要揭露 你揭露 当场就闹翻 这个生意谈不成 这个合作破局 这个人际关系 拆除 你不去揭露 之后 小心谨慎 不要受到更大的损伤 这个生意做是做啦 但是是个空包蛋 知道了就好 下一次避开 不会再跟这个人做生意 但是不要结仇 绝人之杖 不省于色 省于色 就结仇 他就在各个地方 与你作对 说你坏话 招你麻烦 你要花更多的力气 来弥补 受人之武 我武不斗于色 就让他满足一下 让他好顺一下 让他忌妒 你的心 发泄一下 如果我们动于色 跟他起冲突 他可能是我们的朋友 可能是我们的长官 可能是我们的部署 可能是我们要服务的客人 客户 那么关系 又冲撞开来 人心里有一些恶的念头 脱口而出 侮辱了你 不动于色 就是不对号入众 有听 当没到 左耳进 右耳出 我们还是谈那一件公式 继续进行 这就是你的底气 你的修养 冲突不让它形成 之后呢 谨慎防御 修补 能补就补 不能补就算 那之后呢 你还是继续的成长 这个局呢 你就脱开 你跟他行于眼 动于色 那你就一直在 这一个局的漩涡里面 跟着一个会炸你的人 会无你的人 进入一个漩涡 绑在那里 愚蠢无比 聪明的人 不会让自己陷入 跟别人斗争的情况 斗争来自于 别人炸 别人无你 而你的反击 斗争结构就形成 此中有无穷意味 亦有无穷 你受用 看你能不能够不行 能不能够不动 把你的力气 用在更重要的事情上 不择小人过 择了他 他会反击你 不发人阴思 发了 人家不当你是朋友 当你是敌人 不念人就恶 把他放掉 然后呢 重新开始你的关系 你们可以合作 做大的事业 三者可以养德 可以远害 养德的结果就是 你有更大的能量 会社会做事 养德的结果就是 更多人愿意跟你合作 可以远害就是 小人不会想要找你的麻烦 福德就在这个地方 什么是福德呢 你讲话有人听 你要做事 有人跟你一起干 这叫做福德 什么叫做福堡呢 周围没有信任你的朋友 没有喜欢亲近你的人 想做的事情 要自己非常辛苦 千辛万苦才办成 从第一个步骤 到第十个步骤 都得亲自来 没有人中间帮你 一把两把三把四把 福伯呢 福后呢 就是你讲话有人听 你要做事 很多人愿意一起来做事 你很快就会完成很多事情 你的能力不断地提升 这一切来自于 你善待周围的好人 以及坏人 以及小人 以及君子 害人之心不可有 防人之心不可无 提醒你 不要疏于缜密的考虑 好 但是呢 宁受人之欺 防人之心不可无 你要防着 但如果别人真的要欺你呢 宁受人之欺 欺完了以后呢 这件事情就结束了 你不让他欺你一下 反正你不动于色 不要对号入座 就等于没有欺到 你不让他欺你一下 他的那个愤恨的恶念 或者他对你的嫉妒 无处发信 让他欺你一下 你不要把他揭露 不要对号入座 他暗爽 他的情绪就发过 事情就结束了 好 宁受人之欺 无逆人之杖 逆人之杖是 你跟对方合作 对方还没有要对你 这个伤害你 你就先想 别人可能会怎么样伤害你 然后你就先做了非常多的防堵 你还先放话 你已经把别人定位为恶人 此景伤与草 你过度查查 过度精明 想太多 把别人推得远远的 提醒你 不要伤于茶 二语并存 又精明又厚厚 别人对你 你都清清楚楚 但是你承受得下来 你对别人呢 朗朗乾坤 所以呢 所有你做的事情 别人都真正得到好处 你的福德 就这样培养起来的 好 对别人 抱你诚信之心 相信别人 别人对你 不一定会进程 当然 没关系 但我们自己 已经 独成了 我们自己 已经是一个诚恳的人 是一个诚恳的人 路才走得久 走得久 怀疑别人 可是别人不一定是坏的 未必接诈 你的怀疑 以及你的防堵 你的放话 几则先诈你 我们已经落入了 奸诈的等级了 好 我有功于人 对别人有帮助 有功劳 赶快把他忘掉 一个被人家帮助过的人 最怕帮助你的人 不断地提醒全世界 走到哪里 人家都知道 我今天活着 是他帮助我的 那那个人是我的仇人 不是我的恩人 肯定 不要说他的坏话 肯定他要说 我恩将仇报 一切被人家恩将仇报的人 都是自己的恩 太重了 加注于别人的身上 才要把你仇报 除非他是我们刚刚讲的 那种非常忌客之人 一般的人你给他恩 他一定感谢你 他之所以会怨恨你呢 就是你给人家一分的恩 要求十分的报 所以 有功于人不可念 但有过则不可不念 因为你要去补过 你要去道歉 要去弥补 人有恩于我不可忘 人家不一定要有恩于我 人家既然有恩于我 那么我们要去感谢你 但是人家对我们 做出了对不起我们的事情 愿不可不忘 你不忘的结果是什么 你就去报他的愿 结果呢 他就给你更大的伤害 你还得就对他更大的反击 纠结在那个地方 别人对你的伤害 就给他忘记 给他放掉 你不反击 一开始忌惮你 之后发现你都不反击 之后可能开始 重新看待你 之后可能发现 他自己错 他境界更提升 他觉得像你道歉 境界更提升 他帮助你 提升 否则的话呢 你们两个就一直为一敌 一直堕留下去 你活得很好吧 你工作能力很强 你官位不断地在升 薪水不断地在涨 何必去报那个愿 报了一个愿 弄了一个敌人 整天说你坏话 你怎么防呢 所以已经是仇人的 一定要让他停止 不是仇人的 不要让他变成仇人 你的事业才能飞黄通达 当事业成功的时候呢 当与人同过 不当与人同工 跟同事一起 做公司的事情 有错误 大家一起担 帮他承担 不要让他一个人担 有功劳呢 他要多少 就拿多少 反正你做了 你能力提升了 合作的人知道 你做了多少 别人抢功劳 就让他先抢 你也抢了 同工则相继 人都是耗名耗力 尤其有了功劳 岂可不耗名耗力 小人都是这样子 你跟他抢 你抢了小人的功劳 小人起步 伤害你 所以你又结仇了 你在公司已经很稳了嘛 虽然你是个配角 你毕竟是成功者集团 你不一定要当主角 当主角 就抢了别人的功劳 我们已经很稳了 就不要抢太多功劳 否则就是结怨结从 可以与人共患难 不可以与人共安乐 安乐则相处 同样的意思 但是患难的时候 我们要一起承担 因为这个患难 是要让我们的机关成长 我们的社会成长 所以我们要一起成长 因为我们有好的念头 因为我们希望社会改进 因为我们的家人 跟我们一样 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 同一个世界里面 好 舍己无处其理 你要帮助别人 你就不要怀疑别人 是不是需要帮助 你又帮助他 又怀疑他 是不是需要帮助 所舍之志 多愧疑 就是心不感情不悦 帮助就帮助了 就是他得到了一个 天上掉下来的好处 就给他 诗人无择其报 择其报 并所失之心 俱飞 所以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 施舍别人的时候 不要去想着报仇 报偿 感谢 否则我们的这个给跟要 是一样的 根本就是来要的 不是来给的 给的时候就已经讲好 你得报仇我多少 这哪是来给的 这个根本就是来要的 还要享受 抢夺给予者的美名 你真是太贪了 给别人一分 要享受 给予者的美名 要人家还你一分 什么都要 给人家的人成了乞丐 所以帮助别人 不要求报仇 那你为什么帮助别人呢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更好 别人有困难 我们真诚的帮助 我们的家人 有一天在社会上 也会需要无名式的帮助 让这个社会有更多 更美好的正能量 是我们已经有钱 有位子 生活过得很好的人 该扮演的角色 处事让一步为高 退步及进步的章本 处事让一步 什么事情让一步呢 就得好处的事情 让一步 你退了这一步 你跟他人际关系会变好 你在这个团体里头 容易被人家接受 你将来可以跟这个团体 做更大的事情 退步及进步的基础 带人宽一分是福啊 那历人是历己的根基 你宽容他 他福气 肯配合你 将来呢 帮助你 在你最需要的事情上 历人 是历己的根基 因为他福气 因为你让他 即便他对不起 你也不报复 他福气 我们真心福气的人 他真的有事 我们一定出手帮助 我做了什么事情 做错一分 他打我两分 他就认识我的长官 我当他是我仇人 他最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呢 我捅他一把 让他叠得残残的 人 都不是什么 胸襟宽厚的人 但你真的帮助他 你真的宽容他 你真的原谅他 你让他找到 生命的力量跟意义 他福气你 感谢你 带人宽一分 利人时利己的根基 富贵的人 就应该更宽厚 如果我们非常的刻薄 舍不得发好的薪水 给我们的干部 是富贵而贫贱其行 只有穷的人 才没有办法给 富有的人 就有能力给 我们的干部呢 做了多少 给多少 再多给一点 让他快乐 让他安家 让这个环境愉快 环境舒服 富贵而贫贱其行 如何能想 因为我们整天的力气 都花在如何 少给别人的力气 那得花很多的力气的 聪明人一炼藏 反而炫耀 聪明而愚昧其病 如何不办 聪明的人 用你的聪明 就是来带领大家 往好的路上走 而不是炫耀你的聪明 炫耀你考试考的高分 炫耀你呢 把事情办成功 来彰显别人不如 彰显别人不如你 别人就嫉妒你 甚而讨厌你 叫做聪明而愚昧其病 聪明的人怎么可以做 让人讨厌的事情呢 那不是很愚昧吗 所以聪明的人 就要带领大家 然后要迁驱 一炼藏 你已经高高在上 什么样的人 是有福报的人呢 我的理想 别人认同 跟我一起做 把它完成 这就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我的理想 向大家宣布 大家来支持你 把它完成 然后我非常的谦虚 谢谢大家 这就是福报 我就会让社会变得更好 聪明的人 我有能力 请大家来帮忙 做完了这件事情 自己夸夸其谈自己的功劳 别人觉得信信然 我好像只是帮助你一个人 别人是为了共同的理想 加入你的团队的 所以聪明的人 一定要谦虚 否则呢 愚昧其心 因为你的行为 正让人家讨厌你 我又在跟时间赛讨 好 是君子 如果你不是很有钱 没有办法用钱给别人家 没有关系啊 碰到别人痴迷的时候 讲一句话提醒他 碰到别人急难的时候呢 讲一句话来解救他 这个法布施 也是非常好的 也是无量的功德 所以我们随时要对人性透彻 要有丰富的人生的经验 对我们周围的晚辈 朋友 或者是碰到困顿的人 我们愿意做个不情之友 直接给他一句话 帮助他 天贤一人 毁众人之鱼啊 就是让你智商鼓高 来教导别人 结果呢 你反而很傲慢 让别人觉得不如你 这是错误的 天赋一人 让你负责资源分配 以忌众人之困 而是反 狭所有凌人之贫 瞧不起贫穷的人 不愿意帮助贫穷的人 不愿意栽培 有能力 但是贫穷之人 真天之路里灾亚 那你浪费了老天爷 给你的这样的好的贡献 好 爽口之味 都是滥肠浮古之药 所以呢 吃五分就好 不要吃太饱 五分便无央 一些高级的 娱乐 娱乐之事 快心之事 做多了会放纵 拜身丧德之美 但是五分便无法 就是这个 喝酒很愉快 好 五分就没有关系 喝过头了 就乱七八糟的 行为跑出来 就是懂得 自我节制 当我们把人事 看得清清楚楚以后 不管别人怎么样 富与翻云 就不当一回事了 否则你就会觉得 非常羡慕 想要跟着 他有这么大的权利 我也想要有这么大的权利 他有这么大的钞票 我也想要有这么大的钞票 好 你就会跟着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会尽人情 事故 搞清楚 人心都非常的小气 那么 别人侮辱 别人忌妒 讲一些难听的话 给你听 谁叫呼牛换马 只是点头 你都接受 有听没有到 不必反应 不当一回事 我们有自己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路 好 进入窄 留一步 与人行 办一个公家的事情 很难办 规矩一大堆 这个 很难处理 那么 你 特别给人家一些方便 没有必要那么多的规矩 你承担一下 留一步 与人行 让别人好 特别是跟公家机关 办事情 尽量让民众好过 智慧浓的 减三分 让人长 自己 很顺手的事情 做得 很快意 别人呢 就在那边 甘瞪眼 很羡慕 很忌妒 让三分 减三分 自己少拿一点 也让别人长一点 与众为乐 这样的人呢 就是 大家喜欢的人 不会讨厌 有困难 人家愿意 帮助 设事 及安乐 我们在世间相处 每一件事情 都影响了 我们的命运 别人不好办的事情 我们留一步 让人家好办 别人也想品尝的好事 我们自己 少尝一点 让别人 长寿一下 交朋友 人情反复 事入齐驱 行不去处 须知退一步之法 不要什么事情 硬弄到底 为了某一个利益 某一个目标 硬弄到底 结果呢 弄你了 退一步 缓一缓 力气用在别的事情上 当那个情绪改变 那个氛围改变 那个情境改变 下次再来做的时候 就顺了 一时之间 别人想不同 一时之间 别人想阻拦你 你不要硬着过去 硬着过去 重伤别人 事情或许成功 无穷的后患 退一步 之法 行得去助 勿加让三分之功 自己能够完成的事情 事情可以到这个位置 但是别人要跟着你付出很多 那么不如让一点 让别人少付出一点 或让一点 让别人也可以得到一些成功的功劳 不要功劳自己一个人全拿 这就是摄氏的智慧 所以总是要跟别人齐平 看到别人的难处 了解别人的恶念 但是呢 要知道别人的需要 那把这个心胸打开 跟所有的人相处 你就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 就会有福气 福气这种东西呢 不是你可以硬要来的 平常呢 跟别人心平气和的相处 常常保持一个愉快的笑 面带微笑 仰喜神 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 大家要面带微笑 仰喜神 让人家好亲近 愿意跟你讲话 其实知道你可能将来有一个致命伤 你凑着一张脸 人家不敢跟你讲 仰喜神 以为招福之本 当你面带微笑的时候 你会伤人吗 你会骂人吗 你又不是坚诚 你是个正常的人 我们面带微笑的时候 我们心自然也善 不会乱骂人 不会讲嫉妒别人的话 不会接人阴私 发人之短 自然人家喜欢跟你相处 提醒你一些可能的错误 告诉你一些 你会非常有需要的资讯 这就是招福之本 所以福不是你要求别人可以得到的 而是你善待别人回馈过来的 祸不可避 为什么 你成功了 别人就没有成功 你赚到钱了 别人就没有赚到钱 所以有一些冲突 在所难免 不过发生冲突的时候 别人对你有恶意 你对别人不要有恶意 去杀鸡 就不会把那个冲突 坐实了 扩大了 纠缠在那一个 一辈子的冲突的漩涡里面 以为远祸之风 祸不可避 别人对你的嫉妒 怨恨在所难免 你要为大众服务 为了众人的利益 小人的利益 你就要重伤他 他对你的愤怒在所难免 但是你不要去赶尽杀权 你不要去重伤小人 你自己去杀鸡 我只是为公而不是为私 那个愤怒的解可以解开 你用恶的方式 达到一个善的目的 其实你想要那个善的功劳 你说对付恶人呢 你无所不用其极 用一样是恶劣恶毒的方式 对付恶人 恶人跟你的仇恨永世不可及 你的祸就在不远吧 所以呢祸不可避 但我们自己不要用 这个恶的方式 去对付我们的仇人 就能够远祸 招服呢 时时刻刻大事小事 善待别人 让别人就是招服的方法 好 为善做好事 眼前一下子看不到什么好处 但是呢 他却好像在草地里面 种冬瓜 西瓜 南瓜 都可以 因自阴暗长 一天一天的长大 你的福德 别人对你的看法 社会对你的观瞻 长官对你的信任 朋友对你的态度 家人对你的感恩 日日增长 虽然眼前一下子得不到好处 道义路上无言良 道义就不是为了好处 道义就是因为我们的社会 还不是很好 需要有人 走道义之路 让社会变得更好 但是你的福德呢 像草里冬瓜 自阴暗长 为恶的话 各位朋友 什么是为恶 到底什么是为恶 一句话 简单 损人利己 只要你做的事情 损人 利己 那就是为恶 什么是为善呢 利人 就是为善 利人利己 很好 大家都是利人利己 非常好 只有极少数的人 圣人 死后呢 我们会拜拜他的人 是牺牲小我 完成大我 我们做不到 没有关系 我们利人利己就好 但损人 损人 又损己 那不只是恶人 又是愚昧至己的人 损人 又损己 何必呢 所以 绝对不要损人 损己 但是也不能损人利己 因为损人利己 就是恶 好 你损人啦 你利己啦 自己不见其损啦 因为你得到利益啦 可是呢 这样的行为 如停前春雪 当必见消 没有不消除 你所得到的利益 没有不失去 一定会失去 因为他 没有根基 好 阴谋怪喜 必行其能 少干这些事情 不要出奇招 不要出怪招 不要特意独行 标心利益 只是为了虚荣 想出名 什么办法都使出来 人不必想出名 但人一定要有实力 实力是靠 学习 努力 而成长 有了实力 所有的好处 自然会来 只不过是一个 拥得拥行 玩混沌 而朝和平 什么是拥得拥行呢 年轻的时候 好好读书 长大的时候 好好工作 做个正常的人 做得越多 人家越信任你 能力也越强 就可以做越大的事情 就是拥得拥行 但是 这个一天一天的过去 大快载我已行 老我已生 义我已老 习我已死 这个时候 我们要让庄府提醒我们一下 再大的公民 人生总有一死 所以也不必老是在服务 服务的机会 要让给下一代 下一代 年轻人 接班人 要培养 接班人 自己呢 有退休的时候 快快乐乐的 真的去过山林的生活 这就是拥得拥行 所以我们有时候要有儒家的承担 但是也要有道家的自然主义的胸怀 主富贵之地 当之贫贱的痛痒 当少壮之时 虚念衰老的心酸 所以主富贵就要保持 要让自己再度回到贫贱 但是呢 这个少壮之时呢 却要知道 我们一定会有衰老的时候 对少壮之时 我们的生活作息 以及我们的与人的对待 就要谨慎 生活作息 把自己身体保好 与别人的对待 使得我们晚年的时候 是一个周围有人的老人 而不要变成独居老人 事情做得太绝了 本来应该在你身边的人 就不在你身边了 谢氏当谢于正圣之时 这话不是很容易了解 居身宜居独厚之地 这句话我先解释 独厚之地就是利益放在后面 就是宠利无居人前 这样子 得业这个无居人口 居身宜居独厚之地 该做事你都做了 利益你不贪得 你在人们的心中 对你是放心的 是爱惜的 是珍惜的 你会有长久的人际关系 你会有更大的福报 被居身宜居独厚之地 谢氏当谢于正圣之时 在公家机关服务 该退休的时候 该下来的时候就下来 不要做各种的事情 去延长自己 搞得周围的人际关系 很纠结 又不敢明着这个说你 把你拉下来 你去做各种的利益上面的 一个结合 摁示不下来 你过了年龄了 别人帮你承担 又过了年龄了 别人又帮你承担了更多 又过了年龄了 你能够为公家服务 跟付出的聪明智慧 跟体力已经衰减了 你不太能够贡献 还霸占在这个地方 在你做出最大的服务 最大的贡献的时候 你就谢人下来 大家对你感谢 谢人以后呢 你还是有理想的人 你还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谢氏当谢于正圣之时 做得最好的时候 之后让我们结束 不要一直霸恋在那个地方 好 天 找一些事情给我麻烦 减低我的福德 福德 没有关系 无厚无德亚之 就是云斗 我就做我该做的事情 多积一些斗 就可以面对这个情况 天 老我 给我很多重大的任务 没有关系 我就 好诚以侠 当公家 当单位公司 给我很多的任务 没有关系 任务总有做完的时候 这段时间 我全力以赴 把它做好 天恶我以欲 无亨无道 以同之 天恶让我碰到 生命的困境 可能家人的离去 过世 或者身体的不健康 等等 那我就搞清楚 我人生的目标 要什么 不要什么 做一个盘整 无亨无道 以同之 这样天恶 乃我何哉 永远要想清楚 人生的重要的事情 人生的大事 事思恩 我们这一群人 好得不得了 不如服公义 我们这群人好得不得了 当我们这群人 有人做出不对的事情的时候 我尽量为他遮掩 天下就没有公礼 不如服公义 天下有公礼 人人行诸思寒 天下没有公礼 人人寸步难行 事思恩 跟公义冲突的时候 要重公义 不要注以思恩 劫心之 不如敦旧好 旧好都已经有很多基础 把不好的部分修补一下 好的部分会彰显出来 很大很大的 所以不必老是想着交新朋友 很多旧朋友的关系 修补一下 利荣民不如重以德 特别的做一件事情 抢到了一个公民 不如去把我们自己 本来该做的事情 好好地做 而且呢 为善不予人知 但那是善 那个氛围 已经散播出去 在我们的社会里面 对自己 对社会 都是好的 上旗节 也不如 谨庸洗音 做出一件特立独行的事情 让大家感念你 但是呢 不是不正常的社会 没有那么多奇特的事情 一个正常的社会呢 一个正常的社会呢 不需要奇节 不需要有人特别地牺牲自己 还是怎么样的 其实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正常的社会 大家日常的行为 就让社会运作得很好 除非那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我们才需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 但做特别的事情不是为了出名 牺牲小我完成大我 不是为了出名 福德的培植 就是要方方面面给他顾到 所以刚才讲的很多 都是既付出 然后又安顿 然后呢 又收敛 真的吗 权力的处理 是不是 没有 那大家用看的吧 好 这个还有20分钟 各讲10分钟 有两个主题 一个是权力 一个是家庭 这样子 在权力的顶尖 处权门要路 操旅要严明 心气要合意 这个操旅不严明 一下就把你拉下来了 心气不合意 什么事情都办不成 但是 权力当中 还有更小的权力的集团 更小的权力的集团 欲望更大 无少随而尽 兴山之道 欲望更大 可能干的不是好事 你可以进入那个集团 可以得到极大的利益 但是可能干的尽是坏事 所以 宁可不要 吸济 那个重大的权力 利益 否则呢 就是尽心山之道 无过激而犯 风采之毒 对于别人的恶 在一个 庞大的官僚体系里面 利益都是盘根错节的 所以不必要看 这个标高自己的清洁 过激 结果人家要来伤你的时候 是疯毒 密封是整群的过来 所以在高位 不必要去彰显别人的恶 在高位呢 也不要去加入那个高位里面的高位 那都是最危险的事情 把自己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了 坏事收起来 不要张扬 好事做完成 功劳是长官的 这是易经所有的第四摇的角色 代表的逻辑 都已经在高位了 人生呢 不会 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做第五摇 通常在第四摇就退休了 在第四摇就是高位 在高位就要这样子 注意自己的应对进退 公平正论 不可以冒犯 冒犯的话呢 宜休万事 社会的是非对错 一定要守住 但是呢 全门私斗 就不要加入 一群既得利益的高层的集团 这里面呢 就尽量避开 一左脚 占污终身 你逃也逃不了 永远跟他们结合在一起 生长富贵从中 越富贵 世欲越强 欲望越大 猛如猛火 权势似烈焰 所以你将会有很大的权利 一个决策影响了非常多的人 而这个决策背后呢 是非常强大的 某一个集团的利益 看到这些 超级大的利益 不是 基本上就一本万利的利益 不是两倍的利益 不是十倍的利益 千百万倍的利益 你却要带一些清冷气味 否则呢 这个火呢 就算不烧到别人 就算他不来烧你 你自己也会自己烧起来 你会被那个欲望搞得自己不知道 这个换得而换失 因为那里头都权力太大 利益太大 自己呢 要保持冷静 不要随便的靠近 所以你立刻百倍万倍的身价 但是呢 立刻呢 就这个 遭到 严重的 生命的伤害 权贵 龙襄 英雄武战 哇 看到一群武功高强的人 位在高阶顶端的人 在那里斗争 在那里抢夺资源 看到这些事情 我们靠一边站 没有关系 就算从第四摇掉到第三摇 也没有关系 不一定要挤上去 冲上去 以冷眼视之 如以聚山 如影尽雪 这个肉腐败了 掉在地上 然后臭臭的 蚂蚁会过来 这个吃 苍蝇也会过来 那个权力 你要看成是一个腐烂的肉 面对那一个极高的权力 去那里冲过去的人 你要把他看成 只是蚂蚁跟苍蝇一样 这就是庄子的眼光 庄子才能够有这样的眼光 我们在这个政府体制里头 单位体制里头 以我们的专长 做我们该做的事情 得到我们该得的酬劳 就好了 有一些巨大的权力 巨大的利益 都是苍蝇跟蚂蚁在养 他们的已经没有那个格局 都只是为了自私 所以要离开 是非风起 得失会心 以冷情当之 有些人在说人家的好话 有些人在说人家的坏话 人与人在争谁对谁错 只是为了向上争 更高的那一个位置 这一些人与人之间的 私人的恩怨仇恨呢 以冷情当之 这些事情都如风吹云过 A说B的坏话 B说A的坏话 你以为站在A这一边 就对了 很抱歉 过了两天 因为另外一件 十倍的利益 A说B的好话 B说A的好话 你竟然说A的好话 你就被B铲除掉了 那你只有利益 所以那个时候的 所有的人际关系 如野化金 汤销水都是会消失的 不必在那里占位置 选择你的位置 一个人有能力了以后 就要服务大众 培养能力 为社会服务 不要再选位置 没有位置 只有一个位置 就是九五之尊 你做不上去 你永远在第四 不要再选上面的位置 都没有什么上面的 都是假的 我们能够在社会上 有一个职务角色 为社会服务 就是人生最美好的事情 好 我不惜荣 何忧利禄之相 利禄一定会来 你又你 但是我们生活已经稳定 就要做对的事情 做好的事情 继续成长自己 当我们下班的时候呢 要有足够的时间休息 周末的时间呢 要有足够的时间 带家人出去玩 我们要照顾生命的 另外一个方向 而不要继续在那里竞争 为了利益 利禄的相尔 可能把我们的生命 给消耗殆尽 变得没有人味 或者是没有亲戚 没有办法过正常的人 的生活 在这个意义上 社会已经稳定了 不要再 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这个单位 不需要做更多的事情 社会可能还有其他 有意义的事情 需要志工去做 我的周末 礼拜六 礼拜天 化身为志工 继续去做 服务众人快乐的事情 我不静静和 未顾事患之危机 因为你想往上 你才担心自己 没有办法往上 担心自己往下掉 如果你没有想到 要往上 那么 在你的本来的位置上 做得很好 做得非常好 谁都不愿意 你离开那个位置 愿你一个人 发挥五个人 十个人的功劳 你又不抢别人的功劳 你又发挥那么多的功劳 谁不愿意你 待在那个地方呢 如果那真的是一个 很烂的地方 像你这么好的人 你会被铲除掉的话 那你早点离开 不是更好吗 因为那是一个 很烂的地方 好 爵位不宜太圣 太圣则为呀 因为爵位都是 人人想要 尤其是英雄豪杰 都想要 尤其是心肠 歹毒的人 更想要 爵位有了就好 可以发挥你的才能 做事就好 不宜太圣 太圣则为 因为那是 这个别人都想要的地方 好 能是不宜 禁地 禁地则摔呀 能有多少的能力 在一个事业过程当中 为了公家的目的 尽量的施展 但是不要为了自己 展现自己的能力 而无所不用其极的展现 当你的招数全部用完了 以后呢 把这件事情做得过满了 以后呢 别人看到的 只是一个非常好胜的人 长官看到一个好胜的干部 同事呢 看到一个好抢功劳的同事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你就进入危险的局面了 行仪不宜过高 过高则放心而回来 做一件好的事情 功劳一定是长官的 不是你的 庄子提醒我们啊 下一期得福律上之 结果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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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就把这个大臣给杀了 这个大臣做了非常多的好事 爱护民众 因为皇帝非常的糟糕 百姓非常感念这个大臣 皇帝先想 哎呀 百姓都感念你 那你不是要取我而代之 先把你砍掉 行仪不宜过高 你的美德 都是你的老板 都是你的老板 你就非常的安全 过高则 放心而回来 跟你一样在第四摇的人很多 而且越来越多 因为他们都还没退休 所以你有那么好的美名 不是一件好事 有好的美名 一定要跟同事分享 你已经在第四摇了 不是在第一摇 第二摇 第三摇 所以不要求太多 这些话是讲给在第四摇的人听的 有权力的人听的 道德 名誉跟富贵 这段话非常好 从道德来的 如山林中花 种在山林里面 树树与繁衍 日日增长 不会断 从工业来的 如这个盆栏中花 便有千席兴飞 种在花盆里头 可以被人家搬走的 或者是呢 这个时候不需要你这顿花 就把你搬走 你因为工劳工业而来的这个富贵 以及名誉 是那个事情 那个事情没有 或者统治集团坏人 你原来的工业不就变成为敌工作吗 所以那个事情的名誉跟富贵 是会被搬走的 但如果是用眼前的权力 强腰来的 就好像在这个街上 把花摘下来 插在瓶子上 没有根 他的枯萎 一下就可以看 他肯定要枯萎 因为权力是用来服务的 而不是要拿来得到富贵跟名誉的 用权力抢富贵 很可怕 用权力抢名誉 很可耻 就像被插在花瓶中的花 你很亮 放在最亮的地方 大家都看得到 会议结束以后 一个工人拿来就倒到垃圾图 好 这个 那我们就进入家人相处篇 因为只剩下最后的几分钟 在社会上做再多的好事 或者是呢 我们到山里头去休息 或者是呢 我们开始一起读经 或者是呢 我们约一个礼拜 每天固定去练瑜伽 干了这些修心养性的事情 不如家庭里面 每一个人相处得非常融洽 把家里头难伺候的人伺候好了 难调理的人调理好了 回家就回到了天堂 你就身心愉快 身体健康 不必每个礼拜呢 去邀一些企业界的朋友爬山 不必每个月呢 去邀一些这个 这个特异功能的人士去练气功 家庭有个真佛 日用有个真道 人能诚心和气 余色婉言 使父母兄弟间 行海良事 意气交流 剩余调习关心万倍 这句话我们不能反对 但是我们都很少做到 都到外面去练功 不好意思 或者上国学班这样子 不如在家里 兄弟姐妹 父母 夫妻子女 相处好 那才是大智慧的地方 然而 家庭里面的人际关系 家人就是自己 没有什么感谢 传统中国文化是这样的 没有错 父子子孝 兄友弟公 众做到极处 只是应该如此而宜 着不得一丝感激的念头 如果有感激的念头 真的 别人有恩于我 一定要报 别人没有理由 有恩于我 但是家人 父母就是我 兄弟就是我 子女就是我 夫妻就是我 对对方 以及对方为自己 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 着不得一丝感激的念头 如施者觉得自己 很有贡献功劳 受者觉得 哇我感谢他 感谢的不得了 那你们关系是路人 只不过大家一起 在做生意 家人不是做生意的对象 我们在公司 我们在公司里头的同事 也是修行的伙伴 我们在这个商场上的客户 确实是做生意的对象 有恩要报 怎么样怎么样 有仇不能够怎么样 但家人的逻辑 完全不是那一回事 你回到家 你才能够赤裸裸地做自己 这是家人的人际关系 家人有过不宜暴怒 也不宜亲戚 你是长官部署犯错 你可以指责他 你应该指责他 但是家人似乎不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此事难言 借他事以奉之 用别的事情来提醒他 今日不悟 等明天再无 因为你跟他有一辈子的时间 请注意 就算你死了他还是儿子 就算他死了你还是他儿子 你跟他有永恒的时间 所以不要急在一起 在一个公司里头 十年了不起 二十年三十年 你们总是要拆复的 就可以不必再见面 家人永恒的人际关系 用这种方式 春风解冻 和气消兵 才是家庭的刑犯 很不幸的 如果发生了冲突 父兄骨肉之便 以从容不宜机灵 真的冲突了 不要用激烈的方式 激烈的方式 一冲突之后 家人形同度人 这个例子太多了 永远一个伤痛在那个地方 一辈子记挂着他 又没有办法去见他 这种例子非常多 所以不宜机灵 尤其是高傲的人 个性强的人 绝对不宜有这样的一个方式 至于朋友之间呢 朋友有过时 要好好地规劝 不要放弃他 否则你就不是当他朋友 他不过是你权力场合上 斗争的小人 羞于小人为仇 小人自有对头 但是他是你的朋友 朋友就还是要好连规劝 朋友是什么呢 小时候一起长大的 那肯定是朋友 小学同学 国中同学 高中同学 大学同学 肯定是朋友 在办公室里的同事 后来离开那个办公室 肯定是朋友 这就是朋友 朋友跟我们竞争场上的 对头小人 当然是不一样的 与其结交更多的新朋友 不如把老朋友照顾好 因为你们基础 已经很深厚了 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基础 在那个地方 点一把火就非常的温暖 好 炎良之态啊 富贵更甚于贫贱 有钱的人 彼此之间更加的炎良 不会互相帮助 贫穷者还容易互相帮助 这是一句话 另外一句话 嫉妒之心 妒忌之心 骨肉有狠于外人 如果我们看古代 宫廷斗争 争夺王位亲兄弟 这是一个场景 那一个日常现代的场景 兄弟姐妹来自于同一个父母 为什么你就书读得那么好 为什么你老是得父母亲的疼爱 天天在看 如果没有修养得好的话呢 心中的恨意就会很强 要懂得化解 亲人就是一辈子来修行的对象 此处若不当以冷藏欲以平气 显不日坐烦恼乍中 碰到骨肉的妒忌之心 那就要任其发现 只有这个逻辑 任其发现 永远承担 因为伤他就是伤你自己 伤他就是伤你父母 伤他就是伤你子女 所以我们不能伤他 家庭骨肉兄弟父子的人际关系 跟社会上共事的伙伴不一样 跟社会上买卖的客户不一样 跟战场上杀戮的敌人关系 都不一样 因为他就是你自己 问祖宗之德则 无声所想者是当面其累积之难 问子孙之福祉 无声所依者是思其亲父之意 所以要好好地保护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建议了家业 不容易好好传给我们的子女 子女要教育好 由一念犯鬼神之境 伤天地之和 酿子孙之祸者 罪于切剑 什么事情会犯鬼神 伤天地 酿子孙祸呢 就是伤害别人的事 伤害别人的事就是 就是坏事就是恶事 就是恶事不做就对了 时间到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没有时间让大家用问题 就会有请 我们现在到期间 准备拍一块体照 谢谢 我们先一关投影 我还请到你们 换不了 还有拍照 还有第二拍在女神蓝色在后面 是嗎? 是嗎?